这期继续讲生活21篇,如果可以,我绝对不要跟这个女人有任何牵扯 可惜,目前还是做不到啊,我心软,心软的人在很多时候注定要被人拿捏 你找我做什么?我神色冷漠问道 王儒的声音依旧那么温柔,似乎没有对我的态度影响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转到了月月身上 月月现在有些想你了,我猜,你心里肯定也很想她吧 我瞬间警觉起来,无视献殷勤,飞奸即盗啊 这女人,忽然间说起这个话题,是怎么个意思? 总感觉背后蕴藏着什么阴谋 不过,王儒可是难得会流露出这样的情绪 说不定这是我的机会,我且看着在说 当然,我更知道王儒是一个很恶心的人 这个时候你上杆子要去看 她还不知道会开出什么离谱的要求 稳住,一定要稳住 我神色冷漠,继续还击回去 呵呵,月月又不是我的女儿 我为什么要想她? 你有事吗?没事的话,我挂了 王儒一句话就甩了过来 让我脸色涨红,心头一片阴质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收买我妈 让她帮你传递月月的一些情况 你要是不想月月,你会这样做吗? 这话让我心中震怒 我不知道这是王儒发现的 还是林英那个女人透露出去的 如果是后者,林英可就太无耻了 这是两头痴,把我当傻子耍呀 做人做成这样,未免有些过分 虽然心里很烦躁 我却还是克制情绪,保持冷静 我对着王儒怒声说道 你到底想要怎样? 我是关心月月没错 那也只是出于过去的感情 你休想利用月月来威胁我 知道吗? 我早就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 我这一番发作 其实是有意为之 一方面是试探王儒到底想要怎样 另外一方面 也是为了以退为进 我知道 不管王儒有什么想法 她最终还是要表现出来 这,个女人 可是心里藏不住事情的 王儒的表现也正如我所料那般 她居然提出要让我去她那里看一下月月 这下子我心里就有些乱了 我总感觉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她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不过能光明正大去看月月 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不小的诱惑 或许我应该将计就计 先去看了再说 即便这女人有什么阴谋的话 只要我防备着 她应该也无法得逞 心里有了想法 我开始与那个女人虚语尾移 彼此推拉了两次之后 我这才傲娇地答应了王儒要求 虽然很急切 不过我却是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一直在等待机会 王儒那边很急切的样子 三天时间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后一个电话 她总算是吐露出一些情况 说月月现在情况很不好 估计会很想要见我 以此来打动我 我这才约了去见面 我当然不可能一个人去 我还是要提防着点 专门带了两个人一起 很快 我就到了王儒所在的别墅 王儒得到消息 居然早早就在门口等着 看到我还带着两个人 她脸上闪过了一丝郁闷情绪 不过很快她就收敛起来 看着我 笑意满满 柔情万种 很久没见你了 没想到你现在气质变得这么好 果然是春风得意啊 我就不行了 被你打得丢盔卸甲 真是惨不忍睹啊 这是装可怜 我不为所动 神色中带着淡漠 看着王儒说道 先看看月月吧 她现在怎么样了 为什么她会变成这个样子 王儒没回我 而是在那边转移话题 叙叙叨叨的 听着 我就感觉似乎不太对劲 这女人 一直都在夸我 而且 她还不断回忆着 我们之前在一起的情况 说月月变成这个样子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缺少了家庭的温暖 如果能给她一个家庭 或许她就会好起来了 这情况让我感觉很不对劲 这女人的意思 我没理解错的话 那是要跟我重归于好啊 还有这样的操作 跟我离婚 去跟别人混迹在一起 然后现在还想要吃回头草 真是无耻到极点了 我不动声色 在那边继续跟着女人拉扯 然后 我总算知道了原因所在 这也跟星块团被打败有关系 王儒在星块团里 还是占据了一些股份的 这估计也是她费心机换来的 本来嘛 王儒还想着 靠这些股份来换取一些养老钱的 可没想到 跟我的真团撞上了 几经波折之后 星块团还是折几尘沙 这对王儒来说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这个时候 或许她背后那个人 还愿意养着她 不过可能也最多 每个月给个几万块钱 而且 等到她年老色衰之后 这钱有没有还未可支 这对王儒来说 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 她这么精明自私的人 怎么不为自己考虑一二 在这种情况下 王儒自然是想要找一个退路 可这路 又怎么会那么好找 然后兜兜转转 王儒就把主意 又打到我身上 毕竟她跟我很熟悉 而且知道真团是我的 我的身家现在已然不菲 要是不乱花的话 一辈子衣食无忧 那是不成问题 再加上 我们过去还有过那么一段 王儒觉得完全可以拿捏我 这女人本来还没什么底气 可她知道了月月的事情 知道我对月月还那么看重 她终于开始打起了别的主意 这才有了她主动出击 约我到别墅来的事情 我差点要被气笑了 无耻之人我见过 可无耻到这种程度的 真是世上罕见 这女人 就是一条心机狗啊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好马不吃回头草 更何况 王儒这女人 就是一坨石 不过现在还不好翻脸 还是得继续敷衍下去 我一边随意跟王儒说话 一边跟着她到了房间里面 与此同时 我也很小心戒备 任何香气都让我非常紧张 至于喝水什么的 那更是半点可能都没有 无她 就是对王儒不信任 虽然我带了两个人在下面 可谁知道 王儒会搞出什么花样 这女人的底线 简直就是低到不能再低了 王儒看到我这个模样 也很是气恼 忍不住出言讽刺 你不会觉得 我会对你思要要啥的吧 我可不会那样做 我呵呵一笑 不置可否 王儒气得身体都发抖 不过一想到自己 还要仰仗着我 还得打感情牌 她硬生生忍耐下去 没有发作 我终于见到了月月 那一瞬间 我心如刀脚 多久了 多久没看到月月了 上次见面的时候 月月虽然状态不是很好 不过却还是有些生气 后来我就是在林英的视频 与照片中看到她 或许是因为有美颜的缘故 她看上去很不好 可却还是算得上有几分精致 可现实情况却是 一张脸灰败 到了极点 眼窝深陷 精神极差 整个人简直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这还是我认识的月月吗 我仰起头 努力不让自己泪珠滚落 我心中的复杂情绪已经攀升到了极点 可我真的是没什么好办法呀 月月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尽量放低语调 蹲在月月身边跟她说话 可她却是半点反应都没有 沉默得像是一个木偶娃娃 王如觉得 这样脸上似乎有些挂不住 分辨说道 月月可能是太久没见你了 所以才会这样 哎 你说我们之前一家三口在一起多好啊 甜甜蜜蜜 和和美美 真是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啊 钱是好东西 可有些时候 光有钱哪能行呢 听到这话 我差点都要吐了 要脸不要脸 如果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我看你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不 不就是觉得我有点钱 而且跟你有些瓜葛 所以就把我当成了冤大头 你这种心态 谁还能不知道 在我这边回忆往昔 也不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 我一言不发 继续跟月月说话 许久 月月的眼珠终于动弹了一下 朝我看了一眼 爸爸 这是爸爸呀 王如 可真是够不要脸的 之前怎么都要跟我保持距离 撇清跟我的关系 现在 却是甜不知耻 还说 我是月月的爸爸 我看了王如一眼 没吭声 这个时候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一下月月 也不知道有什么效果 很快 月月就有了反应 然后我傻眼了 这反应 怎么跟我想象中有些不太一样 月月的反应太大了 她似乎遇到了什么惊恐的事情一样 大喊大叫 月月的叫声很急切 连珠炮一样 各种话语转顺而过 不过 我还是能从中捕捉到一些字眼 都是什么你别过来 不要啊之类的话 显然 爸爸这个词 对他来说很是关键 让他想到了很多不好的东西 我脸色有些阴郁 难道我之前带给月月的 都是不好的记忆吗 这让我有些黯然神伤 王如精神似乎很紧张 连忙说道 这孩子就是受到刺激了才会这样 你不要放在心里 我能不放在心里吗 月月这个模样肯定很不正常 王如就是在空口说瞎话 可我明知道她是如何 一时间也没什么好办法 我继续跟月月说了几句 可月月却还是处于某种惊恐的意想之中 难以回过神来 这让我忍不住有些黯然神伤 王如安慰说道 没事的 我们闺女就是因为长时间处于没人看管的状态 缺少家庭的温暖 才会这样 哎 光是我一个人 真的是顾及不了她呀 毕竟我又得上班 很多事情实在是有心无力 我看着王如不说话 这女人的心思越来越明显 不过她不说 我自然也不会理会 我以为这样就能让她知难而退 可我真的是低估了王如的无耻程度 王如见我一直不搭枪 索性挑明了 秦南 我知道错了 月月现在这个模样 我有责任 但是 你难道没有吗 我一脸黑人问号 什么鬼 我有什么责任了 不是你在那边胡搞乱搞的 我怎么会跟你离婚 怎么到头来变成我的责任了 我冷笑看着她 倒是看看她有什么高论 然后我就惊呆了 王如的三观真是歪到眉边了 她不仅能找借口 还能逻辑自洽 说得煞有介事的 我听着听着 甚至都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 简直她妖离谱 服了 我知道自己跟着女人说不着 直接了当就打破了她的幻想 你没错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应该 认识你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吗 覆水难收 你呢 就好好地继续生活 我呢 也继续着自己的新生活 我们互不干扰 岂不是更好 你就不为月月考虑 王如显然被我的话刺激到了 脸色猙獰 她险些都要破口大骂 最后硬生生地忍耐下来 只是言语中多了几分讽刺的意思 我还真以为你是负责任的好男人 现在看来 不过如此 呵呵 月月你也不管了 那行 以后就少在那边联系月月 反正你也没那个心思 又何必装模作样呢 我脸色更黑了 这女人简直无耻啊 她居然还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 简直是莫名其妙 怎么着 达不到目的 就想着要搞事情了 我有些生气 你这样对月月不好 呵呵 你真的为月月好 你就应该答应我的要求 不要在那边故意敷衍我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在这边跟我说什么了债呢 你能不能别这么无耻 再无耻也没你无耻 反正你的要求我办不到 那就不要再看月月了 你不配 王如索性来这一套 那泼妇模样 看着我一阵阵郁闷 心中愤怒到了极点 我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女人 她的无耻程度让人震惊 我只能丢下一句随便你 就愤恨离去 王如气急败坏 在后面破口大骂 你会后悔的 我气得差点忍不住要揍她一顿 不管是谁遇到这种女人 估计都得破防 我之前居然被她欺骗了那么久 想想 我也真是一个傻叉 从王如那边离开 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闭上眼 眼前就会浮现月月那副惊慌失措的模样 这让我真的非常难受 我知道 月月肯定经历了有些可怕的事情 心里面受到了重创 这样的情况其实很难 关键是得弄明白症结所在 或许我可以从林英身上想想办法 仔细一想 我还真是挺可悲的 虽然林英这家伙很不靠谱 不过在他们家 似乎她也是我唯一能指望上的人 起码我花了钱 还能看到一些成果 不像王如 压根就是 把我当成了冤大头 恶心到了极点 我约了林英见面 林英一开始还有些心虚 不太愿意的样子 我直接一句话丢了过去 你还想不想拿钱了 林英之前还以为自己事情暴露之后 再也不能从我这得到好处 没想到现 再听这音信 居然还能有几分指望 这对见钱眼开的林英来说 简直就是莫大惊喜 她忙不迭答应 还主动催我见面 我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笑意 这女人 这一家 很久没见到林英了 在看到她的时候 我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女人全身上下珠光宝气的 早就完成了一个乡下老太太 到城里老太的蜕变 而且 她还学会做美容 那张脸看上去倒是年轻一些 我终于知道 她为什么那么着急用钱了 呵呵 摆明了是钱不够花呀 倒也是 按照她这种花法 每个月三五万也数寻常 我心里越发有了底气 拿捏她的心思也中了几分 林英有些心虚 不过 在无耻这件事上 她跟王儒是一脉相承的 正所谓 有其母必有其女 王儒或许就是从她身上遗传的 林英心虚 她不是反省自己的错误 而是在那边喋喋不休 开始给自己辩解 甩锅到我的头上 她说 我要求如何如何苛刻 她是怎么怎么卖力 她之所以欺骗我 那也是迫不得已 总体上来说 她贡献已经不小 对得起我给的价钱 就算有一些瑕疵 也不影响什么 话里话外透出量 各自 加钱 看来林英也不傻 她都把事情办成那个样子了 我却还是找她 说明我真的是有很重要事情 也有找她的理由 从某种程度来说 她也是不可替代的 既然如此 她当然不会客气 自然是狮子大开口 想要咬下一大口肉 我看着林英 心里冷笑连连 这女人的贪婪 我早就有了体会 我既然来见她 自然也是 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不怕她要钱 就怕她不够贪婪 越贪婪 我就越有机会 五万 我看着林英 微微一笑 我给你五万 不过你得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林英脸上先是露出狂喜之色 旋即 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冷静下来 我告诉你 太为难的事情我可办不到 我呵呵一笑 当然不算为难 我就是想知道 月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月月的姥姥 别告诉我 你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林英这个时候低下头喝茶 我感觉她应该是故意的 这个女人肯定知道什么 可她不愿意说 是价格太低 还是她心中有些顾虑 又或者两者兼有之 不管了 我直接就提高报价 六万 还不行 八 万 可不可以 看到林英已经明显动心 却还是绷着 我直接就爆出了十万的价格 这个时候 林英终于缓缓开口 我的确是知道一些情况 不过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情况 很多事情是有风险的 为了十万块钱 似乎不太划算 再说了 调查也要花钱 我觉得十万不太够 那你想要多少 一百万 我呵呵一笑 这个林英 是把我当成凯子了吗 我的确是对月月有些在意 可别忘记了 月月才是你们的亲人 这种在意 可不是你们拿捏我的武器啊 我摇摇头 这个价格太高了 我不能答应你 不过 我可以给你一个打包价格 如果你能把王儒的男人相关情况摸清楚了告诉我 这两个加在一起 我可以给你五十万 五十万 林英的呼吸明显变得急促了许多 不过 这还不够 她还想要更多 我觉得 起码得两百万才行 你这个价格太低了 这可是 还没等林英说完 我就已经笑咪咪的报价 四十九万 林英甚至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怎么这价格越来越低了呢 她忍不住抗议说道 你这不 对啊 怎么还加价了 我跟你说真的 五十万真的不行 四十八万 英脸色发黑 她这个时候 当然看出来了 我就是故意的 她心里很不爽 恨恨瞪了我两眼 你不要太过分了 现在只有我可以帮你 你这样让我很难办啊 四十五万 这下子我可不是一万一万地降了 直接就降了三万 林英的心在痛 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这个憋孙 你什么意思 你 四十 还没等我那个万说出来 林英就尖叫起来 答应你 我答应你 还不行吗 我这才冷冷一笑 还真把我当成铠子了 真逼急了 大不了换个法子就是 离了你邻途户 我还得吃带毛猪了 万万没有这个道理 我绝对不会惯着你 林英脸色难看 她居然还试图转环一下 我都答应你了 你看是不是还按照之前的五十万啊 多个几万对你来说 也不算啥吧 毕竟你现在可是有钱人 再怎么样 我也是你前丈母娘 闭嘴吧 少跟我扯交情 你不配 我冷冷说道 有准确的消息在联系我 我给钱 其他时间 你就不要烦我了 我对林英的态度很不耐烦 看得出 林英也是有些恼火 不过她想要拿钱 她就得在 我的框架里做事 她即便心里不爽 也无可奈何 跟林英见面约定之后 我就选择离开 公司里还有不少事情 在等着我做 这段时间 真仙与真团都在狂飙猛进 吞噬市场份额 就连仙道家也在扩大规模 当然 我也稍微控制着一些 仙道家只能成为一个备选 是作为压仓时存在的 不是万不得已 我不想用仙道家来压迫其他的供应商 饶是如此 其他供应商也还是有些警觉 不少人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 只是暂时被我压了下去 真正让我在意的是仙菜网 对我来说 仙菜网才是打通整个供应链的最重要一环 好在谢长宏还是很给力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 这段时间的成长也是有目共睹 我对仙菜网与谢长宏的要求都是猥琐发育 慢慢成长 对他们都不是加太大的压力 现在西南区域的大战算是落下帷幕 资本看到了我们发展的势头 已经盯上了我们 这段时间 不时有一些人上门来交涉 想要跟我们谈投资的事情 他们描绘了一 张大蓝图 说是要让我们走向全国 迅速占领市场 到时候做好了估值千亿都有可能 说实在的 我也很动心 毕竟我们现在称死了估值估计 也就以十亿为单位 这还是别人高估我们的情况 所谓千亿 那绝对是一个美好而甜蜜的梦 不过 我心里更加知道 资本游戏可不是那么好玩的 我之前不太懂 差点把控制权都完丢了 现在想要玩 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不着急 我首先得提升一下自己 我已经在考虑 报考一个什么班上一下 增强自身实力 其次 我绝对公司目前 还是要把西南区域这一片市场 给夯实地基了才行 西南市场 才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这个地方不牢靠 一切都是净花水月 空中楼阁 不值一提 别看我们现在繁花似锦 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可毕竟成名的时间太短暂了 我们还是要继续扎根在西南区域 做成本地人信赖的老店 我跟许月新 与金爱林他们沟通 他们也觉得 这个想法不错 倒是没什么意见 迟疑了一下 我也给林南音打了电话 这女人似乎还是有些来气 居然不接听 没办法 我只能通过短 信联系 把相关信息发了过去 随便 林南音很不负责的样子 我郁闷了 这什么态度啊 不过能回复我总算是好的 我赶紧给他打了语音过去 想了许久 没人接听 我继续打 如此 接二连三 到了第三次 我也有些恼了 要是还不愿意接听的话 那我就真的不打了 爱谁谁 不知道林南音是不是能听到我的心声 这次 他居然选择了接听 干嘛 态度有些冷淡 有些傲娇 似乎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又不是出歌了 自然知道 他这种态度 是因为什么 一个女人能接你电话 就是好事 说明他的气没那么大了 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稳住 因为这不代表就万事大吉 一个不小心 说不定还会打回原形 甚至惨上家惨 我小心翼翼 不断试探着 也不知道林南音上次到底因为什么那么生气 不过 在我的努力下 他的语气倒是缓和了不少 只是口口声声说 我是坏人 欺负他 这让我有些哭笑不得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就欺负他了 只能说女人的心事千万别猜 猜也猜不出来 再经过我的连番说话 林南音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 他也有心情跟我说起了正事 这次资本融资 你必须要再三小心 我最近听到了消息 估计你会有些兴趣 什么消息 我懒洋洋的 提不起什么兴致 我听说已经有巨头盯上了这个板块 估计近期就会有巨头加入进来 就算我们想要融资 也是引入巨头 这对我们更加有利 你说的巨头是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几家 听到这话 我顿时精神一震 我之前就一直觉得 巨头的加入是迟早的事情 这个时候 才是这个行业真正发光的机会 没想到等了这么久 终于等到了消息 我心里微微有些疑惑 按理说 真要是巨头想要加入的话 应该有些风声出来的 怎么丝毫不见动静 而且 这事情还是林南音传出来的 难免有些古怪 一时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这要是惹得林南音不高兴 那不是前功尽弃 林南音跟我在一起待太久了 似乎也很明显我的心态 他痴笑一声说道 又开始患得患失了呀 你放心 我既然敢跟你说这个消息 说明我 有了把握 至于具体渠道是怎么样 我就不跟你说了 那就好 我善善一笑 我可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 只是姿势体大 很可能关系到公司未来发展 我必须要慎重再慎重 行了 我还能不了解你吗 估计你知道这个消息 也没空跟我继续说话了吧 你忙去吧 我下意识就想要答应 话到了嘴边 却是猛地一惊 试探 这绝对是试探 险些就上当了呀 估计我现在这样说 下一刻林南音就要翻脸 我呵呵一笑 压住内心的冲动 笑咪咪说道 那怎么可能 我可不是那种人 相比之下 还是跟你说话更重要一些 林南音听到这话喜滋滋的 语气也变得欢快了不少 是吗 我可没这么大的魅力 你怎么学会说假话了 这可不好 这怎么能是假话的 完全是一片真心啊 我感觉自己真是步步惊心 时刻都会爆雷 文言我各种彩虹屁 就扔了过去 林南音很是受用 好了 你就不要耽误时间了 知道你现在心 已经在那件事上了 你赶紧忙去吧 这对我也是大有好处 我可不会怪你 刚才简直就是 经历了修罗场 我挂断了语音之后 身上直冒冷汗 好在结果很不错 既得到了林南音的谅解 又得到了很重要的信息 可谓是不需此行 巨头要入场 这个消息还是很重要的 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不过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先确定一下 这消息是不是准确 我通过对方渠道打探 还真的发现了一些端倪 有两家巨头 秘密成立了社区团购事业部 显然是准备大干一场 这些巨头的保密意识都非常好 一个个悄无声息地在布局 这也正说明 他们看好这个赛道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也抓紧时间 真仙的扩张脚步暂时放缓 注意力都放在真团身上 这个时候 真团多一份发展 将来面对那些巨头 我就多一份筹码 当然 也不排除那些巨头会亲自入场 而不是选择收购 不管怎样 壮大自身实力 总归是没错的 或许是有人 听到了相关动静 居然也想要来分一杯羹 一时间 西南区域如雨后春笋一般 冒出了很多社区团购网站 不过 我现在却一点也不慌乱 毕竟真团之前 已经打出了名气 而且商品质量 极佳 这个时候 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 别人就不可能造成太大的影响 他们的入局 除了会让市场混乱一下 让巨头们更坚定信心 除此之外 似乎没什么太大作用 我不管别人 只顾着自己稳扎稳打 继续扩张着真团 本来真团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我们的扩张 根本就没受到那些小团购的影响 说起来 这得感谢快团之类的产品 他们已经让消费者产生了伤痛记忆 动不动就倒闭一个 这谁受得了 新出的团购 虽然有些优惠活动 可那力度 真的是让人难以产生 去注册消费的冲动 相比之下 还是稳定的 物廉价美的真团更值得人信赖 口碑的优势在这一刻展露无遗 时间转瞬又过去了几个月 这天我才到公司 秘书那边就一脸喜色走了过来 刚才接到了电话 您猜是谁打来的 我现在的秘书比较成熟稳重 很少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更别说这样说话了 看着他像是欢快的小鹿 我不由得心头一动 是不是投资者 秘书啊了一声 一副您怎么知道的傻眼模样 我呵呵一笑 继续说道 如果没猜错 的话 应该是那几个巨头吧 Bet 虽不中也不远了 M开头的那个 M企业是做外卖起家的 现在触角延伸 团购 酒店业务都做得风生水起 他们现在的目光 也着眼到社区团购上面了 这对我来说倒是好消息 毕竟M企业不缺钱 或许我可以卖个好价格 那就跟他们谈谈 你约一下时间 好 我敲定相关日程 到时候再来跟您汇报 秘书脸上喜色遮掩不住 毕竟他也是有一部分公司股份的 如果公司接受了融资 估值肯定会大幅提升 而且 他们也想要看看公司到底值多少钱 被巨头看中 代表着公司有足够大的价值 这消息整个公司应该都知道了 公司里洋溢着热情 每个人工作起来似乎都更有干劲了 走路都带风 我自然也要跟几个股东商量一下 对资本的入局 我们达成了共识 自然是同意 不过 对出让的股份 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争议 像是许悦心 就希望出让得越多越好 他想要落袋而安 而林南音则是觉得 社区团购是朝阳产业 他希望可以慢慢来 这手 轮投资 还是不要出让太多股份为好 要为以后打下基础 而金爱林则是无可无不可 一时间 众女都看向我 准备让我一锤定音 我觉得 这些都不成问题 到时候再看嘛 我们内部的份额可以商量的 现在最关键的是 估值是多少 我们之间应该有个数才行 说起这个话题 众女都是精神一振 一个个开始畅谈起来 之前真仙跟真团加起来 估值是超过十亿的 不过这次 显然别人对社区团购更有兴趣 光是一个社区团购 想要拿到这么多估值 估计不太容易 不过 低于六亿的话 也没必要多谈 毕竟这是一片蓝海 要是你自己组建网络 烧钱培养客户 还不知道要花费几何 六亿 就是我们定下的底价 在我们定下价格之后 M企业那边 投资部的人 也过来准备商谈 我们好好整理了一番 务必要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然后就等着 M企业的人上门 M企业的人来了 我们几个人都是满脸带笑 哪怕看到对方似乎黑着脸 也只是当成了他们的一种战术 以为他们是想要战术压制 想要给我们一个当头 棒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却是铁青着脸 离开了会议室 甚至连送一下M企业的人 这种想法都没有 我们是真的被气到了 在谈判的过程中 对方的投资专员 真的是盛气凌人 言语间总是透露出 我们愿意投资你们 是看得起你 闷的意思 更气人的是 他们的估值也是极低 他们居然只愿意 给三亿的估值 这跟我们的底线比起来 简直就是差老远了 而且他们还觉得这三亿也是高估了 既然这么看不起人 那又何必来跟我们谈投资 许悦心还劝慰我 说这是对方压价的手段 可这真的是有些难以让人信服 对方的态度 真的是很难让人高兴 在谈判的过程中 你可以贬低对手 可以用一些理论去胡搅蛮缠 可起码的尊重却是要有的 没有尊重 谈和合作 反正我对M企业的态度很不爽 心里已经把对方判了死刑 根本就没有与对方再次联系的想法 我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会告一段落 没想到居然还有后续 没几天 M企业那边就传来了消息 我简直就是目瞪口呆 还有这么玩的 这企业 真的可以这么任性 真是服了 M企业的骚操作 真是让人有些看不懂 他们之前那种态度 惹得我很不高兴 我们索性不跟他们接触了 本来嘛 双方都相安无事 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互看不顺眼 倒也没什么 天底下投资者多了去了 也不是非你们不可 当然对M企业也是如此 天底下可以投资的项目千千万 少你一个不少 多你一个不多 可没想到 才过了几天时间 他们居然又找上门来 这一次不是之前那几个人 而是换了一波 带队的人态度很热情 没有半点盛气凌人模样 而是一见面 就为之前那几个人的行为道歉 看上去很有诚意 我却很是警觉 心里带了几分不安 像是这种大公司 其实都有大企业病 他们又怎么可能会轻易妥协 这种事情背后 肯定有什么说法 只是一时间我也搞不清楚 我也只能静观其变 不动声色 先应付着 看看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玄机 我这边不急不缓 M集团这边却是有些着急了 负责带队谈判的叫林楚轩 他直接就把我堵在了办公室里面 林总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 林楚轩 就没说到 你这样有些过分了吧 第一次听说谈生意 还带强迫的 莫不是觉得自己是大企业 不把我们这些小公司放在眼里 林楚轩满脸堆笑 秦总说笑了 我又怎么可能会强迫呢 而且 别看我们是大企业 实际上 我这地位跟你比起来 那是差得远 我又怎么敢在秦总面前嚣张 我面色稍稍缓和 人嘛 都是互相尊重的 你对我说好话 我当然不可能对你恶言相向 林楚轩也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他也没有着急说投资的事情 而是在那边跟我拉家长 说的都是一些圈内趣闻 这人讲的很多东西都非常有意思 妙去横生 很快就拉近了跟我之间的距离 等到时机差不多了 林楚轩才缓缓开口 说起了投资的事情 他给我透露出一些内幕 原来 在M企业内部 其实也不是那么平静 俗话说得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就会有恩怨 M企业自然也不例外 上次过来交涉的人 就属于内部派 他们更希望社区团购 这一块自己做 而林楚轩则是属于收购派 这两派自然就会有较量 前一次那边的人过来 是因 为内部派占据上风 不过他们似乎在争斗中失败了 所以才换了林楚轩过来 听到这话 我心里信了几分 这事情合乎逻辑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背后蕴藏着的东西 很耐人寻味 林楚轩主动把这些消息透露给我 似乎别有用意 不过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做什么 我也懒得生事 既然我们双方有了共同的认知 那接下去的事情就好办了 无非就是怎么谈判的问题 林楚轩真的很有诚意 他直接就把估值提高到了五亿 这虽然跟我们的心理价位比还有差距 可对比之前那个人 就好到不知道哪里去 那个人是羞辱 林楚轩却是真心诚意 想要谈判 达成共识 既然有分歧 那就慢慢去解决 我也不着急 像是这种谈判 其实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而且现在真团还在发展之中 时间越长 对我们就越是有利 当然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我心里还存有一份忧虑 我总感觉M企业这前后的反应 似乎有些古怪 不那么正常 或许这是我多虑了吧 反正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 只要小心一点就行 就这 样 谈谈停停 M企业关于我们的估值 也在不断增加 不过 增加的速度很慢 根本就达不到我们的预期 我觉得 这样谈下去 真的没什么必要 心里已经有了其他想法 实在不行的话 也可以跟其他价谈吗 反正 Bet已经准备入局了 这对我们来说 可是利好消息 我的态度就变得有些冷淡 这对林楚轩那边 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林楚轩终于也有些紧张起来 他变得更加积极一些 不过我已经被拖得失去了耐心 自然不会因为他的态度而有所改变 我直接就采取了冷处理 这个时候 A企业终于后知后觉地 开始跟我接触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情有些复杂 按理说 A企业早就应该跟我们接触的 可他们却还是拖延了这么长时间 可见在有些事情上 他们的反应还是稍显迟钝 不过 A企业还是很给力的 给我们的估值不低 上来就是5.5亿 这个报价让我表情玩味 因为M企业经过了好几轮的拉锯战之后 估值是5.4亿 A企业刚好就高出了一头 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巧合 A企业的入局对M企业来说 无异 于晴天霹雳 这下子林楚轩有些坐不住了 不断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来跟我联系 甚至也在提高报价 不过现在稳坐钓鱼台的是我 之前林楚轩可能以为我们没得选 他可以慢慢磨 现在吗 慢慢磨的人是我 不管林楚轩怎么联系 怎么提高报价 我都是无动于衷 这一次 不超出我的底线 我连谈的想法都没有 林楚轩消停了一些 有小半个月都没有动静 我还以为他已经意识到事情的艰难程度 可能会知难而退了 我心里琢磨着是不是要稍微给一些希望 毕竟这两家企业还是需要竞争一下的 不然的话 我怎么提高报价 没想到 这个时候 却有一个人找上门来 是金爱琳 她悄悄来 有一种做贼的感觉 根本就没惊动林南音他们 就连约我见面 都约了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我心里有些错愕 不知道金爱琳这是在搞什么 但是想想她也应该没什么坏心思 我还是去见了面 金爱琳见到我之后 她眼神中带着几分兴奋 直接就跟我说了一件事 听到这消息 我一下子就呆滞了 还可以这样操作 金爱琳带来了一个消息 把我雷的外焦里嫩 听完之后 我都觉得自己的三观被颠覆了 我甚至都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是说 那个林楚轩可以给我们提高估值 不过 她自己想要索取好处 在六亿估值的基础上 她想要拿百分之二十的提成 我没听错吧 她胆子这么大 金爱琳笑了笑 人未踩死鸟未食亡 正常 而且 这家伙似乎很缺钱 她做什么用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渠道 大概了解了一下 她最近挺缺钱的 我不由得摇头 在我看来 林楚轩是一个很沉稳的人 她之前跟我谈判的时候 也是不卑不亢的 怎么现在就提出这么一个要求 不过仔细想想 似乎也不奇怪 我终于知道 之前的别扭感来自何处了 原来她一直都在释放着善意 就是为了后面的事情做准备 她似乎是蓄谋已久了 之前谈判那么不顺利 估计也是她故意的 后来又出现了A企业 林楚轩终于有些控制不住 开始图穷笔线 表露出自己真实目的 她应该是怕 直接跟我说话 有可能会谈崩 那就没有缓和 余地了 所以她选择了迂回一点的方式 找到了金爱琳 看到我陷入沉思 金爱琳脸上露出一丝急切 开口说道 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损失 我觉得答应了也没什么 主要就是 这给钱的方式 要斟酌清楚了才行 绝对不能留下证据 我摇摇头 这事情还是得慎重 金爱琳有些郁闷 连忙说道 你要是觉得风险不可控制的话 那就让我来操作好了 反正到时候出了问题 也跟你没关系 我苦笑说道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姿势体大 得慎重一些 这样吧 你让我考虑一下 那行吧 我等你消息 金爱琳凑近我 吐气如蓝 那家伙其实就在隔壁包间 要是谈妥的话 我们很快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流程 心动吗 那是自然 毕竟就算给了20%提成 还剩下很多 那都是属于我们几个的 要是想套出来的话 那就是真金白银啊 事关利益 也难怪金爱琳都有些不淡定了 可这事情说到底是违法的 真要是被查出来了 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我心里实在是不想做 天我没有跟林楚轩见面 她似乎也没进一步要求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对我来说 算是好消息 反正事情 都在合理框架之内进行 就算估值没那么高 对我来说 损失也能接受 无论什么时候 走正道才是王道啊 我还是太天真了 那么大的利益摆在面前 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 林楚轩没跟我直接交流 私底下的小动作 却是一点也不少 她居然直接就说通了 其他股东 当今爱琳 许月新甚至跟林南音 一起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情况有些不对 我不动声色 依旧笑脸相迎 闲话了一会之后 金爱琳忍不住开口说道 我们这次来呢 其实还是想跟你说一下之前的事情 什么事 我装糊涂 就是上次说的那件事 你不要装傻 这里也没什么外人 我们知道这件事绝对隐秘 我们几个人是一体的 还有人害你不成 金爱琳有些急了 说话就有点不那么中听 我面色一沉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这事情很不好 怎么不好了 本来我们就觉得 公司值那个估值 现在不过是 价格回归罢了 至于她拿什么好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算到时候出事 也是她自作孽 许月新也已经被其中巨大利益给迷失了眼睛 在那边不断劝说着我 我看着林南音 问道 你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做不做都行 不过 要是她能给出很高的估值 我们真的可以抵御得了吗 林南音问出了一个问题 直击人心 很高的估值 那会是多少 我心里也有些为难 这时候 姬爱林却是一笑 要是极力争取的话 八亿估值的话 也是有可能的 那是她们能承受的上限 八亿啊 我们公司凭空多出了一亿多估值 那都是钱 难道你就要这样放弃了 这话应该是杀手锏 说出来之后 几个女人的呼吸 明显都变得急促了一些 我内心也挣扎得更剧烈了 你们觉得M企业是傻子不成 他们内部自有一套判断方法 这估值也不是我们想说多少就说多少的 如果是之前的话 估计不行 六亿就已经是极限了 不过最近嘛 我们的数据也变得更漂亮了一些 而且 也有A企业在竞争 索 一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者说了 这都是林楚轩在搞 到时候成不成 也是她的事情 跟我们也没关系 我们只需要坐享好处就行 这是送上门的利益 实在没有不要的道理 秦总 你说对吧 几个女人的目光 一起投射过来 给我带来了极大压力 我知道 这已经是他们的共识了 哪怕是最偏向我的林南茵 也是在这种诱惑下沦陷 可我心里却还是有些为难 一方面 这有为我的道德底线 另外一方面 我总感觉 事情没那么简单 似乎藏着什么阴谋 尖爱林看到我还是不说话 顿时有些急了 神色微冷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事情要做的话 也是我们一起做 我们几个人都不怕 你怕什么 难道我们还能害你不成 许悦心说话就更难听了 我觉得 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 怎么做点事情都瞻前顾后的 一点也不难忍 在商场上吗 有些事情动用一些手段 那是必须的 再说了 这件事 我们承担的风险也没那么大 那个林楚轩比我们还担心好不好 只要我们做得隐匿一些 不留下证据 有什么可怕的 几个女人都是这种态度 我算是被顶到了墙角上 必无可避 我知道 自己今天必须要给出一个交代才行 除非我找出足够强大的理由 不然的话 这一关是过不去的 三天 再给我三天时间 我肯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我知道这件事 想要一直拖延下去 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 既然这样 我必须得在最短时间解决 不管成与不成 总归是要给个交代才行 好 那就等你三天 这件事 必须要尽快有个决断才行 时间长了 恐怕有些变故 尖爱林神色淡然 说出的话 却给我很大压力 我知道了 这件事 给了我不小的震动 也让我对人性 有了更多了解 不管什么时候 利益总是动人心 在亲近的关系 也会生出嫌隙 不过我也不怪他们 其实是我 也是有些心动 只是还恪守着一些原则 再加上心里有顾虑 这才没有答应 如果可以 我还是希望不要走这一条路 这个时候 我就把希望放在了A企业身上 A企业还是很有诚意的 他们现在的估值 也已经到了六亿左右 这已经接近于我之前的心 离底线 不过 这还不够 我直接约见了谈判的负责人 也不多话 静止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的心理价位是七亿 因为已经有企业能给出这个报价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一下 三天 我最多给你们三天时间 我就需要一个答复 此时此刻的我 无疑是强势的 对面A企业负责人 微微有些错愕 也有些不爽 不过他还是很好控制住内心情绪 你这样是不是有些太强势了 这可不是谈判之道 倒像是你在逼迫我们似的 他似笑非笑说道 我们公司不去仗势欺人 已经不错了 这被人欺负到头上来 传出去 恐怕也不太好听 我也知道自己这个条件很苛刻 不过这背后的事情我也不方便解释 所幸就继续凹人设 一个强势的人设 你们公司跟其他人怎么谈我不管 反正在我这边 我就是这个态度 好女不愁嫁 我也不想分心 继续在这些方面扯皮 还是尽早定下来才行 不瞒你说 其实我们公司的前景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不仅有真仙 还有仙菜网 真团只是我们其中一个环节而已 为了增强自身 的说服力 我也是拼了 把一些很机密的数据 也透露了出去 这算是我隐藏的杀招之一 这让A企业的那个负责人心里一惊 他呼地意识到 原来真团要比自己想象中 更有价值一些 当然 这要在那个框架里才行 不然的话 仅仅一个真团 起不到效果 他收起脸上的不爽 言语间也多了几分凝重 我会认真考量的 只是三天时间太短了 是不是可以延长一些 只能三天 我态度坚定 如果是之前 我没跟他详细剖析其中情况的话 他可能对我的话嗤之以鼻 不当一回事 现在他的重视程度 却是提升了一个等级 好吧 我尽量 到时候就算没结果 我也会告知一声 希望我们能达成合作 我站起身 送他离开 三天时间很短 对一个大企业来说 想要做出决定很难 不过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的潜意识里告诉我 那件事不能做 那我就必须要另寻他法 到时候 哪怕A企业能给我一个意向书 我也算是对金爱玲 他们有了交代 这几天 我也没闲着 开始着手调查林楚轩的相关情况 一方面是通过 侦探索 一方面也通过网络 还真的被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在四五个月之前 林楚轩曾经在戒赌发过帖 在帖子里 他展现出了自己的焦躁 他应该是欠下不少钱 他那个时候 曾经流露出万面俱灰的意思 不过后面似乎有人在现身说法 他应该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现在看来 他铤而走险 应该是跟欠下赌债有关 如此 逻辑就很合理了 这应该不是一个圈套 我或许不应该那样谨慎 不管了 反正跟A企业接触 也什么坏处 如果估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我又何必冒那么大风险 三天时间 转瞬即过 这天中午 姬爱琳就打电话过来询问 我还没等到A企业的音讯 自然不会这么着急回复 文言 我淡淡说道 这不是才中午吗 还没到时间呢 不着急 姬爱琳皱眉 虽然说是三天 但是还得留一点 让对方操作的空间 其实他们也不是非我们不可 主要是我们势头很好 也很容易打动人 所以她的首选才是我们 但是现在 你一直是这个态度 她已经感觉很不爽了 要是今天再拖延下去 说不定 真的会激怒她 我也忍不住挠头 知道不透露一些情况不行了 我在等A企业 他们那边的报价要是合适 那就不用跟他们接触了 林楚轩那边还得麻烦你帮我先拖延下 姬爱琳吃了一惊 她姑 既没想到我居然私底下一直在跟A企业接触 而且看上去成功希望不小的样子 这让金爱琳一阵失语 不过她也知道 如果可以 自然是堂堂正正更好 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两点 不 最迟三点 必须要给个交代 我知道了 我内心里也很焦躁 可我又不能主动打电话给A企业的人 这个时候太主动了 会被对方当成是心里没底气 很虚弱 这样一来 成功的希望就更低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不受外界干扰 在那边自顾自闭目养神 时间过得飞快 到了两点钟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更是心急如焚 好几次都抓起手机 要拨打出那个号码 每次却又硬生生忍耐下来 我总有一种错觉 似乎对面那人也在焦躁 也在等着我打电话似的 这是一种无形中的博弈 每个人身在其中 却是无法逃脱 不能自拔 等一会 再等五分钟 五分钟过去了 我却还是又告诉自己 要继续等待 再五分钟 如此五分钟又五分钟 转眼间 时间就到了两点二十 这个时候 电话铃声一下子响起 我一机灵 赶紧接听 对面传来有些熟悉的声音 秦总还是很淡定的 本来我还以为 你会主动找我呢 对方这是在试探 我呵呵一笑 用玩笑来演示 是啊 我都快等不及了 差点就要打电话找王总了 没想到王总已经打过来了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那边王总估计 也没预料到 我说的居然是实话 顿时笑了起来 恭喜 我们这边已经有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估值是七亿两千万 等下可以先签订一个合作备忘录 这感情好 我脸上露出喜色 等了这么久 总算是没有白等 有了这个承诺 我在面对金爱琳她们 就有了底气 至于林楚轩 我确实管不了那么多 我面带笑容 主动出去找到了在外面等候着的金爱琳 她似乎正在跟林楚轩交涉 看来这段时间 金爱琳跟林楚轩之间关系进展还是很不错的 这种情况下 林楚轩 居然也能被安抚住 还真是不太容易 看到我出来 金爱琳立刻就准备挂断电话 我赶紧朝她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金爱琳愣了一下 然后朝我点头 我拿出手机 飞快地写了一行字 在金爱琳眼前晃了一下 金爱琳也是有些亚然 她之前还觉得我那种说法 纯粹是忽悠人的 她也没觉得我能成功 毕竟那么大一个企业 可最后却还是成交了 这价格虽然比林楚轩 可以给出的报价要低 不过却也低不了多少 扣除林楚轩想要拿的抽成 再加上其中所要冒的风险 七亿两千万的估值 算是非常不错了 这种情况下 金爱琳心中自然更偏向我一些 她跟林楚轩那边迅速交代了一下 然后看着我面带喜色说道 辛苦了 估计许悦心他们很快就要过来 希望这次能顺利跟A企业签约 放心 绝对没问题的 刚才王总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说是已经在路上了 估计很快就到 在等待中 许悦心跟林南英也陆续赶到 而时间 转瞬就到了三点钟 王总那边 却还是没有动静 我脸色变得有些阴暗 而偏偏这个时候 林楚轩 已经打电话过来 她在质问 也在下达最后通牒 显然 林楚轩对我们的态度是很不满的 不管成与不成 总归是要给一个说法 现在这个样子 算是怎么回事 我心急如焚 却也只能暂时让金爱临安辅助 这个时候做一回小人又何妨 我心里的期望 还是放在王总那边 我迟疑再三 还是拨打了王总的电话 居然是无法接听 也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心里更加郁闷 难不成王总是在忽悠我 不过他忽悠我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看到我焦躁模样 林南一也赶紧帮忙主动联系 想要查看相关情况 很快 我就得到一个消息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王总居然出事情了 他们乘坐的车遭遇了车祸 车上几个人都伤得不轻 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 如此一来 我的想法就彻底破灭了 毕竟这事情是王总在跟进的 彼此之间也只是一个合作意向罢了 很多事情都要在这种框架下继续进行 现在王总生死未卜 还谈什么后续 A企业其他人也根本不可能接手 就算接手 也绝对没有这么优惠的条件 这次的事情 真的是悬了 金爱琳看到我这个模样 也是忍不住摇头 她能理解我的心情 可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A企业那边已经黄了 总不能M企业也跟着一起留掉吧 这是她绝对不能允许的事情 虽然和你残忍 不过金爱琳还是朝我走了过来 提出了那个要求 我面色惨然 不过心里也清楚 这件事是避不开的 我点头说道 让林楚轩过来吧 现在看来只能跟她签约了 这事情真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之前我们那个态度 让林楚轩很是不爽 她又怎么可能轻易妥协 金爱琳电话打过去的时候 她立刻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说 话很难听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林楚轩的怒意 最后她就是一句话 想要让她回来签约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 我必须要拿出姿态来 换言之 就是要我去求她 说实话 我心里对林楚轩是有些看不上的 觉得她缺少职业道德 现在居然要去求她 那种感觉别提了 要多不爽就多不爽 可是 我又能怎么办 合伙人一个个都贪图那些利益 他们觉得 这种情况操作好了 绝对没有问题 这简直就是在捡钱 他们是不可能放 气得 内心天人交战 脸上却是古井无波 最终 我还是败给了现实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固执 让势头良好的公司 分崩离析 我拿起手机 先是示意金爱琳挂断 然后自己亲自拨打出 那个号码 既然是想要道歉求人 自然是这样 更有诚意一些 林南音看到我这个模样 也很是难受 不由地扭过头去 我慢慢拨出了那个号码 林楚轩早就在等着 迅速接听 林总你好 之前是我怠慢了 我在这里表示歉意 真的对不起了 我们希望能够与贵公司签约 还希望贵公司 能给我们这个机会 机会我不是没给过 可是你们自己确实把握不住 现在居然还想要机会 呵呵 真觉得我是好欺负的吗 林楚轩摆明了 是想要继续羞辱我 反正现在有求于人的是我 而且 就算签约了 我们也是 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他自然也不怕 我把他的秘密攻不出去 他自然是很嚣张 我继续说软话 态度放得很低 在我不断地努力下 林楚轩那边总算是松了口 他答应要赶过来签约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今天就要把这件事彻底落实 虽然我心里觉得这样太急促了一些 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有些脱离我的掌控 我生怕自己提出任何意义 都会把好不容易推动到这边的计划打乱 我只能配合着去做 只是面上的那种忧虑 任谁都能看得出 我心里还是有些没底 今爱林轻笑一声 你这脾气看真的是 成天担心这担心那的 当时为公司定下发展方向时候的魄力去哪了 这事情 根本就没什么难度 知道的就我们几个人 难不成会泄露出去不成 再说了 我们都是走现金 绝对不会留下什么证据 知道了 等一下你们商谈吧 我就只管签字 我已经躺平 任由他们发挥 还有后续的送钱之类的事情 我也是一点都不想参与 反正到时候 我们按照比例给钱就是 这笔钱 到时候还是要在他们入局的时候 减持一部分套出来才行 这些都是属于谈判中的条例 很快 我们就完成了相关的签约工作 林楚轩脸色有些激动 这意味着一大笔钱到手 他几乎是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尽快把钱拿到手 我们这边自然也是需要周转一下才行 姿势体大 不得不慎重 这些事情大多数都不需要多操心 话虽如此 我心里却还是一阵阵郁闷 总感觉不太踏实 思来想去 我还是决定调查一下 我去看了王总 王总已经脱离了危险 死里逃生 让他看上去淡定了不少 对很多事情也看淡 不过 对我的事情 王总显然还是有些歉意 他也知道 这事情大概是黄了 我也没瞒他 直接跟他说了 自己与M企业签订合同的消息 因为之前本来就是两个企业都有异象 我本来倾向于A企业 现在他出了事 我这也是没办法的选择 王总对这自然表示理解 时也命也 有些事情强求不得 只是王总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车祸 车祸那边的人也抓起来了 那个人是酒驾 不死 也得脱层皮 从医院出来 我心里极为沉重 王总的无心之语 却是点燃了我心头那一丝对危险的警觉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怎么刚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巧合得像是有人安排了似的 可是这样一来 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 顿时脸色发白 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 这件事情的确还是违法 不过必须要有确实证据才行 那钱是金爱琳亲自用交给林楚轩的 还是用现金 这中间根本就没接触过别人 想要锁定到我 必须要抓到现场才行 不 还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林楚轩亲自拍下证据 想到这里 我头皮发麻 心中的恐慌大到了极点 我知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事情可就有些麻烦了 这是一个局 精心针对我设计的局 只要我答应这一笔交易 我就躲不过去 只是让我觉得很吊诡的是 为什么林楚轩会愿意以身试险 只是为了弄我 感觉不合常理啊 或许是我想多了 不管怎样 我必须要做两手准备 我一边应对着这件事 一边在那边继续调查着相关情况 这天 我发现了一个意外事实 然后整个人都错愕待在那里 全身的力气都像是被抽走了似的 整个人别提多难受了 林楚轩居然身患绝症 这是我让人打探出来的消息 这个消息 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一个闭环 如果是这样 林楚轩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可我却还是心存侥幸 或许是因为林楚轩自知自己时日无多 所以她想要 趁机捞一笔 仅此而已 这里面绝对没有其他事情 我千万不要多想 嗯 就是这样 而且 就算她想要搞事 也没那么容易 只要我们谨慎一些 特别是金爱琳那边 必须要统一好口径 两个人把话给对好了 这样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这边还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心里这样想着 我就赶紧给金爱琳打电话 我本来还很担心 金爱琳那边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没想到电话接通 她的声音很正常 似乎根本就没受到任何干扰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患得患失的 有时候没心没肺 也是一种幸福 跟金爱琳出了一会家常之后 我问她方不方便 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等我一下 金爱琳似乎离开了一个房间 然后周围一下子就安静起来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想问琳的事情 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放心吧 我很谨慎 就连那些钱 也是从线下很多地方会到一起的 甚至都没经过银行 而且 我也是一个人去见的她 那些钱直接就进入到她一个私密的房子 正 各过程绝对不会有外人看到 你千万 别乱想 哦 这样啊 那我就放心了 怎么了 你是听到什么消息没 我勉强笑了一下 没有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 我只是有些谨慎而已 你呀 真是谨慎过头了 放心吧 绝对没事的 真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不是还有我吗 我就说 这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怎么可能要你一个人承担 而且 我才是法人 我神色凝重说道 听到这话 姬爱琳哈哈一笑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们真的要出事了似的 这怎么可能吗 你绝对是想多了 我意味深长说道 反正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真有事情 我会承担主要责任 这是我的承诺 姬爱琳有些不高兴 声音也变得尖锐起来 秦楠 我不得不说你几句 你这性格真的是 成天启人忧天的 有意思吗 真是没意思透顶啊 被你说的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行了 我也不跟你多说了 挂了 最近少来烦我 不想接你电话 说完 姬爱琳一下子就挂断 根本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姬爱琳的心情我能理解 不过 我对她的态度还是有些不爽 这件事 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而且 现在情况也真的是有些复杂 那个林楚轩到底是什么情况 谁也搞不清楚 还是要小心一点 在我的忧虑之中 时间又过去了几天 这几天 我可谓是提心吊胆 总感觉下一刻要出事 可却又是平静地度过一天 当然 我也没闲着 我还是暗地里进行了一些布置 除了芳华那边 便是超哥那里 我之前给了超哥一些钱 他说要开一个安保公司 过去了这么长时间 没想到他居然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 他的安保公司 在天河也有了一个注点 之前他来天河 我们秘密见过面 不过为了不暴露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切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 现在这个情况 我还是不得不动用 关键时刻 得自己人才靠谱 而除此之外 我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关系重大 我整整花费了两天时间才搞定 而做完这件事 我这才算是如释重负 整个人都变得坦然了不少 不过我还是希望 事情不要出现 我料想中的那种变故 我实在是有些承受不起 像是我这个年纪 我只希望稳定 稳定 要压倒一切 世间是 不如一者十之八九 眼看着过了几天 我以为真的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这件事可能彻底过去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这天我刚到公司 就看到有一群警察在那边等候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强行控制住自己 压住内心那种逃跑的欲望 坦然走了上去 很快就有人拿出照片比对 说了一声就是他 然后就飞快冲了过来 那架势 真把我当成了犯人一样 我虽然先是吃了一惊 不过很快就平静下来 有了心理准备 一点也不慌乱 看着他们怒声说道 你们想要做什么 有什么事好好说 不要动手动脚 哟 你还挺硬气的呀 不管你们想要做什么 我现在就只是嫌疑人而已 在还没有正式定罪之前 你们不能对我做太过分的事情 不然的话 我的律师也不是吃素的 呵呵 还律师呢 看把你给能的 一个警察对我似乎看不顺眼 他狠狠抓住我 不断用力 我也不是吃素的 长期锻炼的身体 也很惊得起折腾 一点 也不慌乱 只是跟他对峙 可谓是平分秋色 这个时候 一个小偷偷走了过来 他也知道现在网络的环境 也知道执法需要更合规犯一下 他赶紧呵斥了那两个人一声 然后拿起执法记录仪就开始记录 简单的几个问题之后 那个小头头神色名重说道 秦南 南 云梦人 33岁 现在我们怀疑你跟一桩行贿案有关 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行贿案 我什么时候行贿的 我又没跟官员打交道 怎么行贿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还在这边跟我们装傻 企业之间 同样也是可以行贿的 带走 那个小头目冷笑一声 看着我的眼神很势不善 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仇富的影子 我终究不是一个简单身份的人 还是获得了一定的便利 在被关了24小时之后 我见到了林南因 他看上去脸色灰败 表情有些难看 跟林南因一起的 还有我的律师 这是我之前专门找的一个 很擅长这类型的官司 律师先跟我说了一下相关情况 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正如我之前料想的那般 那个林楚轩就是处心积虑 是专门用来对子 但 也不知道别人给了他什么好处 他要弄出这样一个局处来 目标就是我们公司 现在情况是 林楚轩作为受贿人 他受贿金额巨大 一个无期徒刑是跑不掉的 可那又怎么样呢 他本身已经是绝症 活不了几个月了 无期不无期的 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而我们这边 几个股东 估计都得承担一些责任 现在就看这责任如何分配了 可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企业法人 是最大的股东 要承担的罪责是最大的 而其他几个女人 似乎因为家庭缘故 又因为是小股东 现在都没被羁押 隐隐间 那律师的意思是 这罪名 似乎得我一个人扛下来了 我估计轻一点 也得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要是那些人想往死里面整我 说不定还能弄一个无期 林南英看着我 面带愧疚 当时我是不愿意答应的 可他们几个人都表示赞同 而且都劝说我 一副你不答应 我就是挡住 我们财路的架势 特别是金爱琳 跳得最欢快 还说出各种保证的话 还说真出了事情 她会承担责任 现在 他人呢 林南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她心里也飞 常难受 可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赌气说道 大不了我进来 跟你一起坐牢 我赶紧摇头 这个时候说这种话 有什么意义 而且 在这件事当中 林南英也只是一个敲边鼓的 她冲击量算是被蒙蔽 只是耳根子软 倒也未必有什么坏心思 而且严格说来 我自身也是有问题的 明知道这是违法行为 却还是心存侥幸 这一次栽了 不算冤 苍蝇不钉无缝的蛋 自己也有问题 就不要装委屈了 现在还是想想要怎么办才行 我知道这件事的背后 应该不是一个林楚轩就可以决定的 这人 手段通天啊 甚至都能跟M企业 这样的巨无霸搭上线 一个人的身影 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没见过她 不过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这个人很奇怪 她是王儒的幕后人 可对王儒 却不是那么重视的样子 之前甚至还容许王儒结婚 哪怕王儒 在外面有其他男人 她好像也不在意 她看起来云淡风轻 就像是一个幽灵 永远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出现 这么长时间 一直都是风平浪静的 我甚至都以为她只是浪得虚名 没想到人家一出手 就是这样毒辣得很招 真是厉害 现在对这个事情我倒是不那么担心 相关情况我之前也了解过 也做了一些措施 按理说 只要退还那部分的金额就可以 不过这里面却涉及到了融资的问题 就变得有些复杂 我想 这也是他们选择在这方面着手的缘故 这些东西真的没那么关键 最让我郁闷的 其实是金爱玲他们的态度 好歹大家也是合作伙伴 我也没怎么着你们 你们现在却是避而不见 而且严格说来 金爱玲也是有责任的 她当时说了自己很谨慎 按理说 不应该让林楚轩留下什么证据才是 可现在情况却是 林楚轩不仅留下了证据 金爱玲那边却宣称是公司的决定 而我作为公司的法人 难辞其咎 我没有把金爱玲拖下水 她却是唯恐避之不及 真是很让人不爽啊 我跟律师商量了一下接下去的事情 然后又跟林南英说了一会话 好好安慰了她一下 然后他们才离开 没几天 就有更让人郁闷的消息传来 金爱玲这个女人 居然趁火打劫 想要谋取公司的控制权 不仅仅是真团 还包括真仙在内 只要是她有股份的地方 她都想着要增强 话语权 抢班夺权的心思 可谓是昭然若揭 知道这个消息 我真是要气疯了 这个女人之前 我就看出来了 她是那种比较有野心的 只是后来 我觉得人无完人 只要自己能掌控住 让她在我的框架下进行 就算是稍微有些瑕疵 也是可以忍受的 万万没想到 她居然是这样的人 之前弄了那么一出 我没跟她计较 现在她居然还变本加厉 想到这里 我忽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顿时脸色一变 之前我一直觉得 姬爱林跟我是一边的 很多事情 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但是现在想想 是不是我太天真了 很多事其实没那么简单 或许这姬爱林 就跟林楚轩他们是一伙的 只有这样 很多事情才能解释得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让人郁闷了 那贼原来静在家里 这简直是太可恶了 不过这件事 我还没有确定 我也不能不交而住 我决定先跟姬爱林交流一番 看看情况再说 我传达了要跟姬爱林 见面的讯号 可没想到 姬爱林居然置之不理 在我接连传递了三次 时间也过去了好几天之后 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 的结果 我心里一下子就愤怒了 这女人 八成是有问题 不然的话 这不合常理 林南音来过 许月新也来看过我 你姬爱林凭什么不来 当时这件事 可是你做主要弄的 也是你最为热切 现在倒好 把我弄进来了 自己却想要置之事外 呵呵 老虎不发猫 你当我病危呢 心中有了怒意 我直接就开始了撕咬模式 我硬是说这件事 姬爱林也参与 而且是她立主进行的 当然 这样做 我的责任也逃脱不了 但是我就是要恶心姬爱林 你不是不愿意见我吗 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折腾下去 这下子 姬爱林终于无法继续保持淡定 这件事对她的影响 还是挺大的 她知道 我这一关过不去 一切休矣 她必须要说服我才行 无奈之下 姬爱林终于出现在我面前 却还是一副委屈不平的模样 这么点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喊我过来 我不想见你 是因为我在外面帮你使力气 我在避嫌 你却硬是要把我攀咬进来 你这样做 有意义吗 我笑了笑 这里又没有监控什么的 我更没有偷偷录音 你也不要跟我唱高调 我见你是因为什么 你心里不清楚吗 听到这话 姬爱林脸色有些不好看 她更无法面对我的目光 索性避开我的视线 一脸无辜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恨我 我可以理解 不过 事到临头 我还是真的无法做到那么淡然 我知道你也有些委屈 可现在这个情况 委屈你 无疑是最好的 当然 你硬是要攀咬我 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 恐怕你到时候不会如愿 而且还会少了金家的助力 说不定后果会更严重 事到如今 姬爱林却还是这个态度 看到她那张依旧明艳的脸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女人 就是美女蛇啊 她的无耻 真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而我也更加确定了一点 这女人绝对是有问题的 不然的话 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 谈不拢 那就没必要继续谈 我随便找了几句话 就敷衍了金爱林 造成了谈判破裂的假象 金爱林显得很是恼火 她有些愁愁 不愿意离去 作为女人的直觉 她感觉这件事 似乎没那么简单 或许这背后 还有着什么危险存在 她努力试探 想要找到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 可惜 我却是徐树进曹营 一言不发 我已经把金爱林当成了叛徒 敌人 对这种人 就是得秋风扫落叶一般 绝对不能给半点温暖 金爱林一离开 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布置 首先 必须要把金爱林给牵扯进来 之前的力量还不够 必须要把金爱林推到主岛位置上 她的罪名绝对不能清 既然要玩 那就玩一出大的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布置 我遥控进行 林家在这个时候 却是跟我站在了一起 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侯家 按理说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抢倒众人推吗 金爱林想要动手 侯家的人也有股份 他们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理 可是让我极为意外的是侯家这个时候却是旗帜鲜明 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听说后波跟金爱林杠上了 两个人当着众人面狠狠争吵了一回 金爱林气得都回办公室摔了杯子 这还不够 我被积压 这女人凭什么还在外面 还得有慢料才行 而之前他们提供的视频就是最为关键的证据 弄到手了 我就可以掀起好大声势 要让金爱林吃不了兜着走 林楚萱的证据自然就是金爱林给她送钱 而金爱林说这钱是我做主送的 然后我被抓了起来 金爱林却还在外面晃悠 这背后 要说没有一些外力 打死我都不信 他们现在完全是双重标准 在对付我的时候 用金爱林送钱的证据来证明是我的责任 而金爱林却被他们用某种理由给责了出去 这种嘴脸当真是无耻得很 不过有关系 就是如此任性 我当然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松 我就认准了金爱林 必须要跟她享受一个待遇 要么就两个人一起进来 要么就都出去 让你在外面逍遥自在的 你想什么呢 真是好笑 我找人把那个视频弄到了手 这个过程不是很困难 毕竟能接触到这个视频的人很多 视频中 是金爱林给林楚轩送钱的画面是林楚轩拍下来的 还是很清晰的 当然 视频还是做了一些处理 尽量模糊金爱林的模样 几乎没拍到她的真容 不过 这又如何呢 这个 就足够让金爱林紧张了 果然 在给金爱林传了这个视频之后 金爱林终于还是忍不住又跑了过来 你到底想要怎样 我忍不住乐了 真是好笑 居然还问我想要怎样 这话应该是我说才是 我不动声色看着金爱林 表情平静 眼神不屑 金爱林脸色越发阴沉 冷冷说道 你听我一句劝 你的责任是已经摆脱不了的 既然这样 又何必挣扎 直接就躺平了吧 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气笑了 你算计我 现在居然还想要让我认栽 凭什么 金爱林看到我的表情 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 她脸上露出一丝说不出的古怪之色 我知道你此刻肯定在想 凭什么 对啊 凭什么呢 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 这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啊 我不如人 所以我就要被人拿捏 说这话的时候 金爱林似乎露出了几分悲气 我心中一动 赶紧说道 你是不是被人给威胁了呀 有什么事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你不要一个人想着承担 那担子太重了 你一个人扛不起 金爱林吃笑一声 有些淡然说道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也不要猜测这个 猜测那个 真的是毫无意义 你要是真心为我好呢 那你就牢牢 时时躺平 不要再试图搞什么幺蛾子 那真是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们之间还有感情 我差点忍不住要把这个问题 砸到金爱林的脸上 不过一想到她现在的做派 我就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是多余 金爱林现在已经是走火入魔了 她在这一条路上一路狂奔 是根本不可能回头的 想要劝服她 估计比劝小姐从良还困难 小姐给足了钱 还是愿意从良的 而她呢 想想都觉得有些可笑 我也懒得再废话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各凭本事 金爱林很是忌惮 她知道我手里有一支力量 在网络呼风唤雨 实力很强劲 面对这样一支力量 而且还有着很确凿的证据 她想要置身事外 根本就不可能 金爱林本来想跟我谈谈的 不过到了之后才发现 她根本拿不出什么有力的条件 结果自然是谈崩了 这让金爱林怎么受得了 一时间 金爱林也觉得非常挠头 心里烦躁得不行 她很想怒而离开 却还是不得不跟我继续谈条件 那种纠结就别提了 我看在眼里 只是冷笑 这女人真的是天真啊 这 事情可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 她觉得 我能妥协吗 她根本就是太想当然了 果然美 接下去金爱林说的话 也没什么新意 她还拿真团针线来威胁我 对我说要是我愿意配合 可以再少一些好处 可以多给我留一点 而且在量刑上会轻一点 可笑 真是可笑 用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 来换取我的让步 天底下还有这么滑稽的事情吗 我根本就连跟这女人继续说话的心思都没有 直接就扔了一句话过去 你想要跟我谈 还不够格 真要是有想法 直接让你后面的人过来吧 什么后面的人 这让金爱林面色变得一片惨白 不过她还是嘴硬 坚决不愿意承认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行了 我比你想象中知道的更多 你就不要在我面前搞这一套了 我不屑冷笑 就差没把金爱林的底裤都扒下来了 这是一记重锤 之前金爱林在我面前还能勉强保持冷静 现在则是已经五内聚焚 惊慌失措 她真的是慌了神 也没办法继续待下去 仓皇离开 而这次跟金爱林见面我顿时明白 这女人是指望不上的 她那边也是根本敲诈不到什么好处 继续跟她纠缠 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 只能用最大 得力量去逼迫她 让她知道厉害 很快 网络上就有了相关舆论 舆情爆发得很厉害 虽然我们没有指明到性 但是网友们的创造力可是很惊人的 一些似是而非的消息传了出来 这自然也给天和氏带来了很大压力 这些压力也转嫁到了金爱林身上 她要么就得跟我一起做 要么就得让我暂时也出来 这背后是他们金家跟那个幕后人的博弈 这中间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利益纠葛 结果没有让我失望 这次他们会怎样选择 妥协 再次的妥协 这次不是金爱林过来找我了 而是来了金家的一个中间人物 这消息既然是好消息 却也让我忍不住皱眉 这人的到来 说明这件事金家是知道的 这是得到了金家内部的支持吗 仅仅是一个金爱林 倒是没什么 现在多了一个金家 那就更复杂了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来意 心里很是有些忐忑 不过事到临头了 自然也不能退缩 我还是选择了跟他见面 想要看看他怎么说 这个金家的人技巧就很高明 他没有上来直接跟我谈论那件事 而是直接开始跟我说起了一些事 就像是拉家常一样 他在不着痕迹间大到苦水 说家族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很多时候都会顾虑重重 想要维持家族 就必须要做出很多妥协 有时候 有些事情 那也是迫不得已 来了 来了 细肉终于来了 我看着这个叫金斯文的人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等着他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件事 其实是金家对不起你 爱林这个孩子 还是太稚嫩了一点 他也是没办法 被人蛊惑了 这才做下了这样的错事 看到金斯文一脸痛惜的模样 我没等他说出下一句 就直接用一句话对了回去 既然是做了错事 那就应该学会承担 有些时候 一些代价是该付的 不然的话 他无法得到成长 你觉得呢 金斯文脸色有些难看 他估计没想到 我会是这样的态度 这让他接下去的话 都有些不太好说 不好说也得说 金斯文稳定了一下情绪 继续说道 年轻人 你这样想倒也不算错 不过 很多时候 想法是一回事 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特别 是我们大家族 很多事情更是如此 希望你能理解 我要是不理解呢 金斯文脸更黑了 他真的破防了 很想要发飙 不过知道事情的主动权 不在他手上 而且 他虽然有着大家族的高傲 可他不傻 也知道这件事 自己这边简直就是无脑 虽然我崛起的时间不长 好歹也是亿万身家 也是有社会关系的 居然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想要陷害我 并且还谋夺那种家产 这怎么可能呢 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他必须要朝下面走 而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征求我的配合 现在就得看自己付出的代价 能不能打动别人了 金斯文心中一叹 继续说道 我觉得 还是跳过这个话题 不管你理解不理解 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去纠结这个毫无意义 还是想着 接下去要怎么办才是 很简单啊 你们赔礼道歉 把我放出去 这么点事情 没什么好说的 金斯文正没看着我 你觉得这样可能吗 出去 你是出不去的 这不是我们金家的意志 你这么聪明 应该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 人家要整你 这是躲不过去的 所以呢 这一次 亏 你是吃定了 看到我不做一词 金斯文知道自己的话并不能说服我 他只能咬牙继续强撑下去 人啊 还是要懂得取舍 看清楚形势 或许对你来说 这一次吃亏是好事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忍不住开口问道 起码这次是在明处 而且由我们金家在其中缓家 你就算吃点苦头 也并非是不能接受 如果是其他时候 你承受的压力更大 遭受的损失就会更惨重 其中观俏 你自己衡量 我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话 乍一听 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啊 既然已经避免不了 那么 还不如选择一个少一点的伤害方式 一旦你陷入了他的逻辑之中 你就根本出不去 直接就会被带骗 可仔细一想 你就会觉得 这话里到处都是槽点 谬物颇多 首先 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便是 我凭什么要承受这种损失 你的前提是损失不可避免 那我不承受这种损失不就行了 一旦跳出了这个苛救 我就觉得 这事情没那么可怕 那个幕后人很神秘 我找不到他的踪迹 也很难去对付他 不过我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就行了 金家 就是我对准 的目标 我用沉默对抗着 看金斯文的眼神 就像是 看着一个二百五 一副 我看你怎么继续 编造下去的架势 这让金斯文都差点有些破防 这跟他设想中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这人怎么就这么难搞 这简直就是滑不留守啊 金斯文软得不行 准备来硬的 又跟我说了一下事情的严重性 说我不跟他们合作 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不屑冷笑 不管事情如何 这都有你们金家一份 而且 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要是你们还不准备给我一个交代的话 我就要给你们一个交代 毕竟金爱琳才是直接操作的人 我就算是法人又如何 这舆论战 真打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尚未可知 金斯文呼吸变得无比急促 这显然也是他心里一直在焦虑的事情 被我说出来 那就是开门见山 几乎没有缓冲余地 而我则是又重重补上一拳 还有 你们之所以加入 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你口中所说的被逼无奈吧 呵呵 你们没看中这里面的利益才怪 不过我得告诉你们一声 你们真是想太多 金斯文被吓了一跳 话语也变得急促了许多 连声问 道 你什么意思 我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 你猜 快点说 金斯文的表现 证实了我的想法 他们是真的看中了这些资产 是不是觉得 把我弄进去了 就可以慢慢炮制 然后占为己有 可惜 我之前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太对 心存疑虑 还是做了一些不止 他们的所作所为 注定是在做无用功 金斯文被我弄得极度郁闷 他见从我口中 实在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也只能选择放弃 他急急忙忙就跑了出去 估计是去打探相关情况的 这事情 如果我不说 他们不会朝那个方向去想 自然不会注意到 我说了 只要随便一打探 相关情况就尽收眼底 很快 金斯文就带着金爱琳一起过来的 金爱琳怒声质问 杨琴资本是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公司股权的 你这是在搞什么 我看着金爱琳 冷冷说道 看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之前我引入一个小资本来着 你们根本就没有在意 毕竟他的股权是最少的 对公司根本没什么影响 现在嘛 我感觉不安全 自然是要把自己的股权都转给他 这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吧 杨琴资本 就是上次杨爷介绍 买了我创业公司的那个资本 说实话 之前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杨琴资本 既有杨 也有琴 正好一个是杨爷的姓 一个是我的姓 天底下 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吗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心里对这个杨琴资本 有了些许怀疑 不过后来事情分杂 我也就忘记了这件事 在超哥的安保公司 开到天河来的时候 我就长了一个心眼 让超哥帮我调查了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这杨琴资本的背后 居然是一个老熟人 后来我就把杨琴资本引入公司 只占据了0.1%的股权 这事情已经是很久之前了 当时真团正处于被挤压的无比凄惨的时候 这件事 其他几个女人压根就没有在意 而这 就是我不置的暗手 这次我感觉到 情况有些不太对 所以我紧急约见了杨琴资本的实控人 杨云书 一个我小时候的玩伴 算是青梅竹马 甚至我爷爷跟杨爷 还口头约定过娃娃亲的那种 看到我 杨云书神色有些复杂 你什么时候 知道我的 从你出面 让杨爷收购我股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有些怀疑了 不过我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 就没有继续调查下去 后面因为机缘巧合 我查了一下 这才发现是你 杨云书似笑非笑 知道是我也没想着要联系一下 怎么现在忽然想起来要联系的 我深呼吸一口气 神色变得凝重了不少 把自己的处境说了一下 告诉杨云书 我感觉很不对劲 这件事的背后 绝对有名堂 而且 我有一种直觉 他们很可能是冲着我的股份来的 这种感觉极为强烈 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 把股份转让出去 当然 价格肯定不会太高 听到这些话 杨云书的脸色变得更加复杂 他看着我 悠悠问了一句 你就这么相信我 我们是青梅竹马没错 可这么多年都没见过面了 而且 我明明已经回来了 却没想过要见你 这些 你都不考虑的吗 杨云书身上 应该有故事 不然的话 他一个普通留学生 是怎么成立一家投资公司的 这背后的艰辛挫折 写成一本书 估计都厚如暗读 不过 我还是选择相信 他 不仅仅因为青梅竹马 也不仅仅因为直觉 更是因为那个名字 杨琴资本 这里面有一个秦 秦男的秦 而且这个资本在成立的时候 我还是一文不明之人 他心里对我的那种情感 应该是真挚的 这种女人我信不过 我能信谁 我的理由让杨云书愣了一下 他摇摇头 我绝对你自作多情了 我之前的对象 也刚好是性秦 这可跟你没关系 不过你对我的信任 让我很感动 我可以收购你的那部分股份 价格也不会太低 要是你后面想要赚回去的话 我也会答应 毕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现在这年头 想要找到一份纯真一点的感情 可没那么容易 对我们来说 感情可是奢侈品啊 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 而且我们也都不差钱 我可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变质 就这样 我跟杨云书达成协议 要进行股权变更 这个过程中 两个人吵了一架 说起来还真是蛮搞笑的 我想要压低价格 尽可能低一些 而杨云书却不愿意占这个便宜 硬是要提高报价 最后我们取了一个中间数字 算是折中 这才完成了股权变 更 而且 在我的指导下 还特意地延长了一下时间 一般不会有人专门去查看股权变更情况 而且 我还打了一个时间差 这就更是让人难以防备 所以 姬爱琳他们之前一直都没发现 还是在我表达了不屑之后 他们寻根溯源 才找到了这一丝变化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数日之前 现在回忆起来 仿佛近在眼前 我看着面前的姬爱琳 看到她气急败坏模样 心里就忍不住一阵快意 姬爱琳无能狂吠了一阵 又看着我冷笑起来 别以为你弄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空壳投资公司 这事情就能过去 我告诉你 没那么简单 这个公司什么都不是 就算你转移了股权又怎么样 到时候 还是得吐出来 我都懒得跟姬爱琳说话了 之前觉得她还算是有女强人的样子 虽然在有些事情上瞻前顾后的 有些小家子气 可总体来说 真的是有些厉害 现在看她做的这些事情 我真是无语极了 这女人 技能数点错了呀 有些事情做的那叫一个稀巴烂 金斯文相比之下 就要更犀利一些 她知道 那个杨琴资本估计不简单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 这样有恃无恐 其实 现在事情 到了这个地步 对金家来说极为不利 首先 姬爱琳才是实际操作者 万万没有实际操作者 在外面逍遥 而法人却被送入牢里面的 道理 就算你一口咬定 是被法人指使的 法人却也同样可以反诉 两个人算是深度绑定了 视同进退的关系 这是其一 还有一个就是股权 之前金家一下子扎进来 可是为了利益 现在股权都变更了 他们能怎么着 难道还能把钱从我的账户里 给弄出来不成 他们倒是想呢 却是根本没这个能耐 再说了 跟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公司比起来 钱财真的不算什么 金家看重的是公司前景 是带来的社会影响 而不是那些钱 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了 这对金家来说可就郁闷了 他们现在做辣了 辛苦折腾了半天 什么都得不到 反倒是让自己深陷泥沼 那个人那边是说不通的 他们还是想要从我这边打开局面 当然 我也不是尼尼的 我的态度也很坚决 要么就把我弄出去 要么我就带着金家一起倒霉 反正我是绑死了金家 这个过程中金家伤筋动骨在所难免 我不知下的这个后手 算是一次很成功的防守 这一下子顶在了金家的腰眼上 让他们很难受 继续刚下去 他们没一点好处 还要连累金家 可要是不做的话 那边的人似乎也不会放过他们 想到这其中关节 金斯文觉得 嘴里一阵阵发苦 他恶狠狠瞪了金爱琳一眼 金家算是被他给害惨了 还是得解决问题 金斯文又想要跟我磨叽 我却是直接把这道门锁死 如此一来 金斯文知道 从我这里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 他不做他想 只能从自己这边想办法 尽可能地弥补损失 我脸上露出笑容 从他们走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 他们肯定要妥协 在我的防御之下 金家要是继续下去 损失会很惨重 而这个时候收手 虽然也会付出一些代价 不过却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他们又不是蠢货 自然知道如何选择 又过了两三天 我出来了 相关协议作废 投资全部退回 我跟金爱琳都没受到什么影响 林楚轩是唯一的倒霉蛋 她被判刑了 不过她也不亏 估计没少得到好处 可谓是求人得人 我还是 不够狠 不然的话 林楚轩根本就不敢这样 她倒是没了未来 可她亲人却有 如果我对付她的亲人 她又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我很烦恼 我很想做个好人 可好人总是会被欺负 别人知道欺负你没有代价 毫无心理压力 可是就这样去做坏人 也非我心中所愿 为这个问题 我几乎快把自己逼疯了 出来那么久 我谁也没见 整整三天 想得脑浆都干了 想得浑浑噩噩 痛苦不堪 然后我才被杨云书解救出来 杨云书打来电话 语气有些质问 我说哥们 你这是搞什么呢 人出来就不管了 之前的股份怎么说的 你倒是拿个章程出来啊 玩失踪是什么情况 我忍不住苦笑 这事情倒是我忽略了的 也是必须得把这件事解决了才行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 就去见了杨云书 杨云书看到我大吃一惊 他甚至还以为 我在那边受到了虐待 不然的话 怎么会是这个模样 杨云书有些气愤 准备去找那些人算账 他看上去很是有些依仗 没把天和当地的人放在眼里 我苦笑摇头说道 这事情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我就 是魔症了 哦 因为什么事情 杨云书有些好奇 我看着他 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 杨云书愣了一下 他显然也被这个问题 给弄得有些头大 许久之后 杨云书才给出了一个答案 遵从本心吧 当你觉得 需要做坏人的时候 做一下坏人又何妨 好人坏人 不应该是一个标签 更不应该成为内心的枷锁 这话其实还是有些不够实在 不过却还是照亮了我的内心 是啊 我又何必一直纠结呢 所谓好人坏人 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就是太迂腐了 很多时候做事情都是循规蹈矩 说好听一点 是正人君子 说难听一点 就是愚蠢之人 心里想明白这一点 我心情也好了许多 开始主动跟杨云书说话 我一直小心翼翼 试图避开杨云书的过去 再努力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杨云书也是如此 两个人虽然青梅竹马 不过也很长时间没接触了 这么多年过去 感情或许还会有一些 可有些东西陌生了再想要熟悉 可没那么容易 上一次倒是见面了 不过我主要是为了转让股权 也没怎么深入聊天 现在有了机会 两个人自然 是抓住机会好好聊聊 我们很快就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那些有趣的故事 从杨云书嘴里讲出 妙去横生 让我忍不住玩耳一笑 多想回到童年时光 那个不怎么富足的年代 吃点糖 就感觉很幸福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正因为如此 才更值得铭记 杨云书呼地问起我一件事 你还记得 那次我吊河里面的事情吗 有一点印象 那次我真的很绝望 差点都以为自己要死掉了 是你拼死救了我 要不是刚好有人过来 说不定我们两个人就一起死了 你后来还得了一场重感冒 你说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杨云书目光灼灼看着我 似乎想要等一个答案 我笑了笑 具体我真的是记不太清了 不过看到你在水里面挣扎 我还是忍不住跳下去了 现在想想还真是挺冲动的 幸亏河水不深 我还会游泳 不过也差点跟你一起淹死 你怎么想起问这事的 杨云书低下头 片刻才重新抬起头 眼眸中重新变得平淡 就是随便聊聊 闲话家常吗 还是说说正事 你这些股份准备怎么办 是不是要赎回去 再商言商 我也不会多要 但是些许中介费还是要给的 这公司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 不给 杨云书愣了一下 脸上闪过失望之色 似乎有些郁闷 不给也行 你不会想着自己贴补吧 哈哈 我逗你的 我说的不给 是因为我不想收回这些股份了 你的意思是卖给我了 杨云书越发错愕 怎么 不愿意 傻子才不愿意 杨云书看着我 有些吃惊 你给我的价格 可是比M企业的报价低不少 虽然那个报价也有一点水分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亏了不少 你现在赎回股份 转手卖出去 也能多赚一笔 我不会占你这个便宜的 我看着杨云书 呵呵一笑说道 这是你应得的 要不是你出手帮了我一把 恐怕我现在还没这么容易 出来 你也是承担了不少风险 自然也得拿到一些收益才行 而且 我对社区团购这一块 还是有些不太看好 现在出手也是刚刚好 杨云书更加吃惊 不看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有那么多巨头涌入吗 我看着杨云书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说出一番话 让杨云书更加吃惊 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惊到了杨云书 正是因为资本的涌入 这才让我觉得 这个行业未来不让人看好啊 衣食住行 人人都缺少不了 这住就不说了 已经是金融蓄水池 现在已经风险极大 便是高层也在小心翼翼呵护 稍微一个不慎 就可能引爆 万劫不复 行 那一家公司已经形成垄断 你还记得当年的大战吗 杨云书点了点头 他也是投资人 自然很关注这些新兴的企业 当年各种打车软件大战 补贴极大 脑浆子都打出来了 甚至有人打车 还倒赚一些钱 可后来呢 地企业一统江湖之后 那价格是年年看涨 不仅是司机便是乘客也怨声载道 还搞出了一些大数据载客行为 让人极为不满 我继续说道 已经有了行这个行业前车之鉴 这时又怎么会轻易放开让资本进入 更何况 这时是高贫次消费 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 甚至用一句更为严重的话说 这就是小民命脉啊 这种东西 怎么能让资本掌控 到时候 真要是引发了什么风暴 怎么说得了场 杨云书若有所思 你说的这些问题 难 到资本就看不出来 他们又不是傻子 呵呵 当然不是傻子 不过你可别忘记了 还有一种东西叫贪婪 那些人哪个不是人精 每个人都享受过成功的滋味 他们都很自信 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即便知道有些风险 不过相对可能得到的收益 那些风险 根本算不得什么 杨云书还有很多疑问 我自然是一一解答 我又说了几句 然后笑呵呵说道 我这也只是一家之言 做不得数 而且 就算你拿了股权 也不会吃亏 当然 要是你不想要 也没关系 我买回来便是 杨云书白了我一眼 你这人 这么快就想要反悔了呀 这股份 我还真要定了 不过价格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要补你一些才行 我坚决不要 杨云书坚决要给 这价实 压根就不像是做生意 反倒像是过家家 最后我有些无奈 开口说道 要不然这样好了 到时候你赚了多少 你就分我一点提成好了 百分之五吧 百分之五十 一人一半 很公平 于是 两个人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拉扯 最后还是以百分之三十成交 这还 是我据理力争的结果 我苦笑摇头 你可真是 杨云书微笑 我怎么了 你不也是 两个人对视一眼 忍不住笑了起来 会心一笑 便是如此 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在 心头荡漾 其实我一直觉得人是有气场的 有的人摆手如心 有的人一见如故 这很可能就是气场的力量 跟杨云书聊了一下 又解决了股份的事情 我心情也阳光了不少 我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计划 这次的事情 给我敲响了警钟 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弱小 看来我还是不够强大 我必须要形成自己的圈子才行 没有捧挡 真的很没有安全感啊 经历了这次事情 我知道林南音是值得信任的 而许悦心虽然有些摇摆 却也没有做什么落井下石的事情 这女人 也可以列入观察名单 而杨云书 跟我是发小 这么多年 似乎也没太大改变 自然也在齐烈 还有林渡那边 也是很有能量 说起来 我也很久没去武馆了 似乎应该去一趟 我开车去了武馆 武馆看起来更加热闹 人来人往 我进去之后 发现很多人都已经变了模样 估计又来了 很多新学员 偶尔也有几个认识的 跟我热情打招呼 我一路点头 很快就找到了叶天明 林渡也在 看到我 林渡笑呵呵的 出来了 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 本来还想着去应援的 没想到你已经出来了 前几天你做什么去了 也联系不上 是心情不太好 有点 不过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那就好 叶天明接过话查 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也不擅长安慰人 只是说道 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 那些打不败你的 只会让你更加强大 等下我们一起喝一杯 喝醉了 睡醒了 又是新的一天 好 不醉无归 我不怎么喝酒 此刻却也想大醉一场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都有些断片 昨天这一通酒 真是喝得我醉熏熏的 好像在酒桌上 他们还说了什么事情 具体是什么 我已经有些记不太清了 只是模糊几个字眼 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得头痛欲裂 可越是想 就越是想不出来 实在不行的话 就算了 反正是酒桌上的事情 很多是当不得真的 我心里才有了这样的想法 那边林渡 就打来了电话 我接听 笑呵呵打了招呼 没说几句 林渡就呼得开口问道 你说的事情还当真吗 你说的是神 吗 我记不太清了 不过既然是允诺过的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那自然当真 我心里有些打鼓 怎么感觉林渡的语气 有些严肃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渡似乎很慎重的样子 具体事情我们在谈 你来这个地方 说着林渡报了一个地址 我心里越发有些不安 这什么情况 怎么喝个酒 还喝出事情来了 不过林渡应该不会坑我吧 应该不会 我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忧心忡忡 朝着那个地方赶去 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所在 在郊区 到了那里我才发现 这里居然守卫很森严 看上去就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场所 我等了一会 林渡出来接我 做好登记 我才能走进去 到了里面 林渡也没有卖关子 很快就对着我说出了一番话 这让我目瞪口呆 整个人都私密答了 这什么情况 林渡居然还有这个身份 而我也被他们盯上了 我心乱如麻 一时间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会坏事 我大脑乱糟糟的 觉得自己需要安静一会 认真思考一下 而林渡也没有催促 只是神色淡然地看着我 许久 我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如果说我觉得你骨骼惊奇 要把这一份重任交给你 你信吗 当然不信啊 我也不是傻子 我鄙夷地看了林渡一眼 这小子看起来很老实 怎么一肚子坏水 林渡呵呵一笑 那不就结了 我们看中你 自然有我们的理由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加入 我面色一变 这么说 你们是想要霸王硬上弓了 林渡摇头 倒也不能这么说 只是我建议你 听从我的意见罢了 你觉得我会害你吗 我深深看了林渡一眼 然后摇头 应该不会 看来我只能有这一个选择了 这会是一个明智选择 林渡微笑 伸出手 欢迎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我苦笑连连 这个时候 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组织 这个欢迎是不是有些名不复实啊 呵呵 放心 我会跟你讲的 林渡微微一笑 她的眼神中带着几分凛然 跟众人口中的废物模样 截然不同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甚至怀疑 她之前变成那个模样 是不是也有因为这个组织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 那林渡的牺牲可真是太大了 接下去林渡的讲述 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林渡开宗明义 告诉我 这个组织是很神秘的 而且也很强大 但是组织成员在外面 却是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身为组织成员的第一要务 就是要懂得隐藏 那怎么样才能成为组织成员 我听了之后 心里很是惊讶 因为这组织明显是跟国家有些关系 看上去似乎来头不小 如果我之前还有些排斥的话 那么此刻 我心里就多了几分期待 还有几分受宠若惊 这组织似乎很不好进啊 我很纳闷 为什么我会成为他们看中的对象 难道看中了之后 随便就可以进入了 那也太不庄重了一些 呵呵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林渡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心情 神色间带了几分傲然 能加入组织的人 都是经过挑选的 每个人都要参与一些考验才行 而且 这个人必须要具备一些才能 不然的话 我们组织是根本不 会收他入门 我好像没经过什么考验 呵呵 你之前经历了那么悲惨的事情 居然还扛过来了 甚至还给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光是这种经历 其实就算是一种考验 而且 你确定你没被考验吗 那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听到这话 我扶持心灵 呼得想起了一件事 顿时面色微变 上次回叶天明的老家 是不是就是考验 看来你还是挺聪明的呀 这么快就想到了其中观俏 我果然没看错你 其实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我没把你当成一个考核的目标 不过后来接近你之后 了解颇多 我才发现 你这个人身上有不少可取之处 所以我就把你纳入了考核目标 结果你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那次考核 你完成得很不错 这么说来 我的很多事情都在你们眼皮底下 不错 包括那份复印件 听到这话 我心里忍不住泛起了一阵惊悚之感 这种被人监视着 却一无所知的感觉 真是太可怕了 这同时也证明了 这个组织的强大 他们的官方背景 显得更为可怕 林渡笑呵呵的 你不要紧张 我们只是 那段时间监控你 也是为了考核罢了 平时的时候 我们可没有这么闲 而且 也没那么大的精力 我善善一笑 我可没想那么多 林渡含笑不语 显然对我的话没那么相信 接下去 林渡又介绍了一下 那个组织的情况 越是了解 我就越是心惊 这个组织具备很强大的功能 甚至其中还包括打击国外资本 扶持民族产业 而这 就是他们看中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觉得 我在商业上 还是有些头脑的 而后来发生的事情 也是证明这一点 如此 我就有些顾虑了 忍不住说道 那我赚到的钱 算是怎么回事 这是组织的 还是个人的 这个你放心 我们组织可不是强夺民财的那号人 你自己赚取到的 自然是归你自己 不过呢 如果有组织的力量介入 组织是可以拿分成的 看到我若有所思 却还是不肯松口 林渡又爆出了一记重锤 而且组织很多事情都是讲究赏罚分明的 一些事情只要不是特别过分 都可以伸手帮一下 就比如这次你的事情 如果有组织介入 绝对不会这么复杂 我眼睛一亮 这种事情组织也愿意出头 那是自然 不过 你也得付出一些代价才行 估计一千万是少不了的 一千万挺多的 不过相对我的损失来说 却是根本不值得一提 这让我心中一片火热 对组织的排斥就没那么强了 似乎加入组织也很不错 看到我已经异动 林渡更是趁热打铁 连番劝说 好了 好了 我答应还不成吗 我有些无奈说道 然后我就看到林渡一脸喜色 我忍不住多嘴问了几句 这才知道 原来介绍人加入 获得认可 介绍人是可以获得提成的 而在我这件事上 林渡与叶天明都是参与者 不过林渡占大头罢了 也难怪林渡会如此热心 她现在可是穷得很 现在这是光明正大赚钱 焉能不用心 这让我哭笑不得之余 对这个组织也多了几分异样情绪 现在看来 这个组织还是很另类的 似乎很多事情都跟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做派不一样 反正我不反感便是了 而林渡得到我的允诺 更是马不停蹄开始帮我办起了手续 不一会 事情就到了最后一个关卡 而在这里 我却是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这最后一关 用林渡的话来说 相当于是审查 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走过场的 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偏偏在这一关 我却遇到了阻碍 那个人似乎跟林渡有些矛盾 看到他的时候 林渡脸色就变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就不能在了 那人年纪不大 却有一种很沉稳的气质 他玩味看着林渡 听说你今天要带人入职 我来帮你好好把把关 林渡皱眉 周子墨 你不要太过分 这种事可不能随便开玩笑 那个叫周子墨的 却是轻轻一笑 怎么能说是开玩笑呢 我很认真的 我不得好好帮着组织审查一下吗 这应该符合规定吧 林渡心情一下子变得低沉 不过他也知道这件事在合理范围之内 他也没想到会有人利用这件事来搞事情 这出乎了他的预料 让他措手不及 这个时候或许可以考虑暂时离开 改日再来 不过这样风险也很大呀 被人盯上了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说时迟 那时快 周子墨却是已经直接抢过了资料 审查程序开始 林渡就算想要避让 也绝无可能 只要想挑毛病 很少有人 可以躲过 我的审查材料 自然也没那么完美 很快 周子墨就挑出了其中一个错处 对着我发动了猛烈抨击 林渡气得不行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不能因为跟我有矛盾 你就这样做 这对你来说 没有任何好处 周子墨 大家都是为组织办事的 我希望你能冷静一点 周子墨古井无波 脸色淡然 根本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不过他的动作 却丝毫没有因为林渡的话 而有所缓慢 而是继续着自己的动作 我冷眼旁观 心里有些憋屈 其实这个组织加不加倒也无所谓 可这种被人拿捏的感觉 真是很不爽啊 我甚至怀疑我自带嘲讽 不然的话 怎么到哪里 都会遇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林渡距离力争 可事情却还是无法挽回 眼看着周子墨就要签字 要写下审查不合格字样 这个时候 一个人却是匆匆赶了过来 谁是秦男 周子墨看到来人 也是愣了一下 他赶紧叫了一声王助理 态度恭敬 您找秦男做什么 人呢 那个王助理 却没有理会周子墨 而是在众人身上搜寻 目光 很快就锁定了我 无他 这里就我一个生面孔 周子墨似乎在迟疑 不过这时候 他显然不能退让 退让的后果更严重 他一咬牙 上前一步说道 秦男的审查有些问题 我这边正在进行下一步调查 恐怕暂时不能入职 王助理戴了硕大的眼镜 黑色镜框背后是一张异常严肃的人 听到这话 他推了推眼镜 眼中寒芒闪过 你是周子墨 好像你不是负责审查的吧 你今天怎么会在这里 我申请了审查资格 今天刚好过来 王助理轻哼一声 我不管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矛盾 可有些事情不能成为勾心斗角的工具 周子墨 你太让我失望了 周子墨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阴沉起来 他虽然在组织里也有异仗 可王助理的背后代表着的可能是老大的意志 他又不傻 怎么可能会跟老大杠下去 那简直就是找死 思来想去 周子墨还是决定退让一步 那好吧 反正相关情况我要记录在案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可跟我没关系 王助理看了周子墨一眼 脸上露出似笑非笑表情 这是你的自由 随你的便 周子 墨知道自己算是惹怒了王助理 不过他也很是无奈 有些事情根本就不在他的范畴之内 他也是听命行事 周子墨的事情算是一场小风波 就这么消弭在无形之中 我赶紧跟王助理问号 他要带着我去见老大 我心里微微有些惶恐 怎么才入职就惊动了老大 这事情怎么听 怎么感觉让人有些不安啊 不过是到临头 身头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躲是躲不过去的 还是得去见 在路上 我寻思着怎么跟王助理打探一下情况 不过这王助理生人物尽模样 很难接近 我认识的人里面 估计只有林薇旭的气场 跟他比较相似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打开局面 没想到王助理却是已经主动开口 我们这里情况很复杂 想必你已经见识到了 在这地方 要多做事 少拉帮结派 知道了 我也不认识谁 也没必要怎么着 我脸上赶紧露出了人畜无害笑容 一副哈士奇模样 王助理笑了笑 可能你觉得我跟你才见面 就说这种话 有些交陷延伸了 不过我没有恶意 老大很看重你 我代表老大 所以我愿意多提点你一些 这是应有之意 老大很看重我 这个消息倒是蛮让人意外的 我赶紧趁机打探情况 王助理却是不愿意多说 说等下进去我就知道了 我有些幸幸然 可也没什么好办法 总不能撬开他的嘴巴吧 我可没这种本事 很快 我在王助理的带领下 穿过比较森严的几道岗位 终于来到了一个幽静的小楼面前 这个组织的老大便是在这里办公 我一个人慢慢走上楼梯 来到办公室面前 深呼吸一口气 敲门走了进去 门里 一个老者正在拂案工作 他似乎很忙碌的样子 不断看着那些东西 不时地写上几笔 足足过了七八分钟 他才抬起头看着我 不好意思 刚才有些事耽误了 你就是秦男吧 小伙子看起来很精神 请坐 我这才半个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不知道为什么 我面对着这个组织老大 总是感觉有些亚历山大 就很惶恐的样子 甚至连喘气都小心翼翼的 可他明明说话那么和气 看上去压根就不像是什么严厉之人 气场 只能是气场 他举手头足间的那股子气息太强大了 让人根本无法忽略他的存在 组织老大是一个很风趣的人 三言两语就拉近了跟我之间的距离 不过我心里的心里的紧张感 却没有消弭多少 越是这样的人 其实就越是可怕 你永远都不知道他微笑的表情下 藏着怎样的争鸣 这样去想一个看上去很和善的老人 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我忍不住摇摇头 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反正对于我来说 只要老老实实的 安安静静的 尽量不去沾染太多的因果 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那么一切就都在掌控之中 不会出现什么奇怪的变故 接下去老人所说的话 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定位 那就是工具人 是专门用来做事情的 我们这个组织叫做持见人 当初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目的 维护社会稳定 于无声处听惊磊 把很多事情扼杀在摇篮状态 谁都知道 时间久了 社会上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很多问题要么是内部腐化 要么是外部入侵 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明面上手段来解决的 而有些问题则是不能摆在牌面上 因此就有了持见人的存在 持见人 持工 一支箭 斩尖诈之人 而现在他们在经济这一块 其实是利有未待 想想也可以理解 毕竟那些金融大佬大多数都是一些牛人 他们在自己的行业里呼风唤雨 又怎么愿意隐姓埋名 帮着持见人组织做事 要知道 在这里做事情 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我的出现 则是让持见人组织眼前一亮 林渡的推荐固然重要 可没有大佬点头 我也休想加入 老大很忙 只是跟我简单说了几句 主要是勉励的作用 说完之后 老大端起杯子喝茶 我知道这是该走人了 赶紧告辞离开 出来之后 我发现林渡在等着我 林渡有些不好意思 真是郁闷 怎么遇到了那个祸 我不就是跟他有一点矛盾吗 居然还专门等着过来拿捏我 简直就是小肚鸡肠 可恶透顶 看到林渡一份甜鹰模样 我心里反倒是慢慢平静下来 不管那个周子墨 到底是什么目的 他差点挡了我的路 那就是死仇 这个人以后得小心一点应对 而且 我觉得这件事 恐怕也没那么简单 想到组织老大对我所说的话 我心中微微有些猜测 不过我是新人 刚刚来到这个组织 自然也没有我智慧的余地 静观其变 暗兵不动 便是目前我能做的全部 我也是有组织的人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起码现在我不再是无根之木 无水之源 真要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有后台可以作为依仗 这让我对接下去的行动更有自信 真团这一块 我算是已经脱手了 听说杨云书现在正大刀阔斧的改革 像是金爱琳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继续留在公司里面 他的方法就是增资 以公司扩张的名义增资 你想要继续跟进 可以 只要你能拿出足够多的钱 本来现在真团的前景就不那么确定 再加上杨云书摆明了 是对金爱琳很不爽 这让金家很是被动 他们有一种被拿刀架在脖子上的感觉 而后面是万丈深渊 前进有刀刃 后退是悬崖 真是进退为骨 在这种情况下 金爱琳居然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我怎么可能接听 这女人 我是巴不得她离得越远越好 最好这辈子都不要有什么牵扯 可金爱琳却很是执着 居然还不断拨打电话给我 我有些不胜其烦 也想看看 她打电话目的是什么 或许是她想要给我道个歉呢 虽然我不稀罕 但是听听也无妨 就这样 我还是选择了接听 金爱琳的声音透出一股子疲惫 显然 她这段时间过得很不好 这女人上来也没说什么道歉的事情 而是在那边一苦思甜 说我们之前的合作是怎么顺畅 她为了我的事业是多么卖力 动用了多少关系 我有些不耐烦 这人叙叙叨叨的 是怎么个意思 我直接让她说正题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倒是给个交代 我可没什么时间跟你浪费 金爱琳这才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承认之前的事情我做得有些不太好 不过 我也是有苦衷的 我也不求你原谅我 我也愿意退出 不过 我希望能有一个好价钱 不要用那种方式炖刀子割肉 我接受不了 我忍不住笑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这女人居然还用这样一种口吻跟我说话 她莫不是觉得全天下人都欠她的 如果真心忏悔 态度诚恳 说不定我还可以考虑稍微下放她一马 可她却是这个状态 真是很难让人生出同情的心思啊 我二话不说就拒绝了她 不好 意思 这件事你找我恐怕是找错人了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毕竟我已经卖出了全部的股份 现在负责的人可是杨云书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要是说话 她会不听吗 我忍不住皱眉 这女人是失心疯了吗 都这个时候了 居然还在跟我说这种事情 简直 是莫名其妙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在巨大利益面前 人都可能会失智 她这个样子 已经算是好的了 但是 跟我有关系吗 见爱琳见从我这里得不到什么才承诺 顿时大怒 语气 就变得更激烈一些 我懒得搭理她 直接挂断了电话 然后我还给杨云书打了一个电话 就一个诉求 加大力度 本来我还没想着找你麻烦 觉得你已经够凄惨了 可现在居然是这个态度 呵呵 那我还客气个啥 杨云书倾笑一声 想明白了 你就是心太软 我善善一笑 这不是寻思着有你吗 反正你肯定会帮我出气的 呵呵 出气也分方式 现在看来你很生气啊 那就好办了 我们得选择一个更加激进一点的方法才行 等着吧 一定要让她好看 金爱琳很惨 杨云书发力之后 她在公司里再也无法待下去 不仅如此 她的股份更是不断被稀释 眼看着价值越来越小 金家人终于忍不住选择割肉 对他们来说 能弥补一些损失那也是好的 现在金家人后悔的不行 早知道如此 当初就真的不应该做那种事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他们现在郁闷委屈 也是无用 损失已经造成 伤害也已经产生 再也回不去了 在杨云书动手的时候 我也没闲着 当时为了拉拢金爱琳 我可是在很多地方都给她弄了股份来着 现在这些股份也要清退出去 金爱琳气急败坏 她估计没想到我也动手 呵呵 说到底还是觉得我太良善了一些 都把我当成了小绵羊 软弱可欺 可事实上 我还真不是 我发起狠来 可是很可怕的 甚至不比杨云书差 最终金爱琳黯然出场 金爱琳这个时候 似乎终于有了一丝悔意 不过她后悔的 居然是自己当时没能采取更大的力量 而不是后悔对我动手 这让我颇为无语 同时也对这些人的想法有更多的了解 他们的阶层决定了他们的想法 很多事情跟我 闷的想法是格格不入 还有 我还是不够强大 真要是自身实力无比强大 让人看了都发抖 这些人又怎么整天会想着算计我 当务之急 还是要变得更加强大啊 至于那个万灵汇的家伙 暂时我也是顾不上 我甚至连他手下的人都没什么好办法 这说起来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可实力不济 能怎么办 努力 努力 还是努力 我一门心思都放在提升自己身上 真先的扩张再次提升了速度 这一次 我要温度西南市场 当然 我们也不会太冒进 争取开一家店铺 就盈利一家 而且 这还是在现有基础上 如此一来 随着我们店铺的增多 我们的成本会进一步下降 利润也会提升 这也就多了容错的空间 比较艰难的 其实是丰华省 那里毕竟是金家的地盘 他们吃扁了之后 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别说在那边扩张了 估计现在的店铺 都可能遇到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是侯家站了出来 虽然是后波出面 但背后是侯志亚的意思 而且 正好侯志亚调任到了丰华 他也上了一个台阶 在省微办公厅那边上班 这是一个级别不高 但是非常关键的位置 再配合上侯家 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 可谓是一枚大杀器 金家人虽然不爽 可面对侯家的压力 却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我顿时心中一喜 不知道是不是强迫症的原因 西南区域少了风华 总是感觉有些不太舒服 还是要把这个版图加上来才行 我亲自去了风华 主持那里的扩张 虽然有了侯家介入 不过我也非常清楚 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大的凶险存在 在这里必须要小心谨慎 绝对不能有任何事物之处 而且我也尽量去选择了那些回本快的地段 只是采取了租赁的方式 就这样在风华族族忙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终于把那边的筹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然后返回了天河市 而在天河 一场关于社区团购的风暴已经正式开启 M企业之前因为收购的问题暴露出了受贿的事情 这让他们企业内部大为震动 收购派自然就失了声势 而本土派卷土重来 他们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在全国各地开始搭建运营班底 有些是直接收购了当地的一些小团购公司 总之 如火如 图 一派星火燎原之势 而在西南地区 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总部 也开始创建团队 真团自然是他们首先下手的目标 很多人都收到了M企业的邀请 也有人偷偷去入职 杨云书对这件事还是有些紧张的 毕竟社区团购这一块 他也不是特别熟悉 之前是觉得有前景 再加上我的关系 他才入局 现在贸然就得面对一个巨头 他心里的不安感大增 迫切需要我给他拿个主意 在我还处身风华的时候 杨云书就不断打电话过来 我也不太清楚相关情况 只能尽量安抚 等我回去再说 当我到了天河 还在机场 都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时候 杨云书就杀了过来 你这也太着急了吧 我哭笑不得 不急不行啊 是关树义的生意 能不着急吗 我这心里慌得很 这几天总是做噩梦 梦到我们真团被急得倒闭了 我看着杨云书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看你这是得了大企业恐惧症了 你之前投资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发生被大企业击垮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的 杨云书其道 不然的话 你不会是这个 态度啊 我看着杨云书 呵呵一笑 放宽心吧 社区团购这一块 还是有些壁垒的 在西南地区 我们有先发优势 也有品牌优势 现在谁不知道 真团代表着高品质低价格 更为关键的是 我们还有着自己的渠道 供应商都是一流的 就连备用供应商也是极为给力 你 说M企业 想要抢占我们的市场 哪有那么容易 更为关键的是 在西南这一块 M企业 其实是有些水土不服的 他们之前 也不是没进行过其他项目 不过大多数都失败了 这一次社区团购 估计也不例外 退一万步说 就算M企业 能在西南进行本土化的改革 扎根本地 你觉得他们能做到真团的层次吗 真团几乎已经是社区团购的天花板了 在价格与品质中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 多提升一点质量 成本就覆盖不了 同样 再提升一点价格 客户估计也会大量流逝 这么精准的把握 随着我们规模的扩大 盈利能力更是大增 真的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的一番话算是给杨云书打了尽心针 他的脸色变得好看了不少 然后我就悲剧了 之前我上了杨云书的车 他可是殷勤得很 又是给我递茶 又是在那边嘘寒问暖 问完了话 心放下来之后 他把整个人都扔到了座椅上 躺在那里 极度放松的样子 我 这是新人取到手 没人甩过墙吗 我这么快就失去利用价值的吗 真是有些郁闷啊 我眼睛一转 已经有了主意 微微一笑说道 本来嘛 还准备说说 接下去我的一些判断 现在看来 也是没了用武之地啊 算了 算了 那我就藏桌了 听到这话 杨云书臀部 就像是装了弹簧一样 猛地弹了起来 因为力道过强 都险些撞到了车顶位置 爷 你这还有下文啊 怎么不早说 我去 这变脸速度可真是够快的 我斜眼看着杨云书 呵呵一笑 说了岂不是看到你的变脸了 杨云书脸色一红 有些尴尬 他刚才似乎有些得意过头了 这可不好 他赶紧补救 我那只是小气一会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你 爷 需要做什么 尽管说 我抖动了一下肩膀 最近忙得很 感觉肩膀好像不怎么爽利 我懂 杨云书训 速给我按摩起来 也亏得这车空间比较大 要不然还真是施展不开 不得不说 杨云书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这手法很是到位 捏起来很舒服 让我差点忍不住哼哼 一边捏 杨云书也没闲着 一边发问 你觉得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化 BTA这三家企业会入局吗 B企业应该不会 他们现在自己都焦头烂额 已经慢慢被甩下去了 现在另外一个大数据公司 B企业已经能取而代之了 不过那家公司的版图不在于此 跟AT这两家老资格比起来 还是差上一些 所以 真正要考虑的话 主要是这两家 当然 其他一些巨头 也可能入局 你觉得 A企业还会继续 那是自然 毕竟现在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 很多地方都变成了红海 A企业近年来自身的立足 根本也受到了冲击 他们必须要再造一个蓝海 而社区团购 关系到大家的生活日用 这绝对是一个具备想象力的空间 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而A企业也有收购的传统 我绝对他们还是会跟我们谈谈 当然 T企业也会有这方面的想法 如果不出我的预料 估计一个月之内 他们就应该有动静了 而这一个月 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件 打出自己的声势 给M企业迎头痛击 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西南市场真正的主人 杨云书也有些热血沸腾 他可是被大公司打压过很多次的人 虽然现在杨琴资本也有了十亿级的规模 可他深知 在那些巨头面前 杨琴资本只是小孩子过家家 算不得什么 现在有机会证明自己 那就是天王山之战 对杨云书来说 这件事意义重大 他甚至比我更有精神头 都不要我动员 我又说了一下其他的情况 杨云书更是连连点头 表示受益匪浅 其实在这件事上 我能提供建议 倒也不是我比杨云书强多少 而是因为环境使然 我毕竟是在国内 而且在这个行业 禁营多年 加上自己的观察 自然是更能够体会其中真意 我知道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 会是真团的关键时期 我也暂时把其他事情放一下 准备全力辅助杨云书 把事情做好 这对我们来说 同样是极为重要之事 在市场上 我们跟M企业发起了冲锋 他们的打法其实很简单 都是靠着一些拉 人手段 尽快地推广着 自己的社区团购业务 甚至很多拉人点 都设置在我们的 真团字体点周围 那种针对真团的态势很明显 想想也能理解 毕竟之前 M企业可是差点入股了真团的 而现在主持着M社区团购业务的 却是本土派 他估计心里也是憋足了劲 想要证明一下自己 理解归理解 这个做法可以算是亲门踏户了 我们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你拉人 我们也拉人 我们的人手比较多 而且是地头蛇 根本就不怕M企业的人 不过 M企业负责西南地区业务的人 能力也很强 也很鸡贼 硬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居然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 硬生生地拿下了一些市场份额 这让我忍不住有些触头 这样下去对我们可能要进行的融资不是很有利 得想个办法才行 而这时候 一件事 却是让我心中一喜 看到了机会 M企业的人太膨胀了 他们居然想要动手 这件事是我们公司的人无意间提起的 提及之人心里还有些愤愤不平 似乎觉得很不爽 他觉得当时应该果断反击回去 要打出我们企业的威风 我脸色一黑 差点没 把这个二愣子揍一顿 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想要动手 你有那个资本吗 就想要打人 不过 M企业居然还这么膨胀 是我 没想到的 我直接就把杨云书叫到了一侧 开始面受激怡 杨云书听完之后 面色古怪看着我 你这算是什么 钓鱼执法呀 呵呵 那可算不上 只是推波助澜而已 而且 他们不动手 谁也不能怎么着他们 我这也只是是做一个防备而已 具体情况如何 还未可知 反正先试试再说 杨云书刚才还一副 你这样不合适吧的表情 转眼间就已经变得嗜血起来 他眼神中带着一丝兴奋 立刻就开始着手安排 而我也没闲着 光是抓到他们打人怎么行呢 得帮他们宣扬出去啊 这可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呢 不能错过 次日 不出所料 就爆发了M企业打人的事情 诚然 真团的人有挑衅的意味 可M企业的人动手也是事实 现场有我的人在拍照 证据确凿 容不得他们狡辩 当然 我也没有着急把这些东西发不出去 而是等他们进入派出所 把事情稍微搅和了一下 这才开始搅动风雨 不得不说 M企业的人还是有点标的 他们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大公司出来的 居然还是很嚣张 到了派出所 也是各种耍性子 相关的事情 我们都打点好了 这就是最好的素材 自然是不会放过 很快 相关拍摄就完成 不管是角度还是清晰度 都非常好 特别是我们这边 还有人专门是做那啥的 配上文字 那杀伤力就更强了 总之 相关事件事件 很快就在网络上发酵 然后冲上热搜 这对M企业来说 无疑是沉重一击 而对西南的社区团购业务而言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他们的业务才刚刚开始 就遭遇了这样的负面新闻 还怎么继续玩下去 而真团则是抓住了机会 直接就开始了新一轮的造势 估计M企业那边也回过神来 知道这件事背后 恐怕还有我们在推波助澜 这让他们很不满 他们负责西南地区业务的人 居然找到了我的电话 直接就打了过来 言语间不乏威胁 我又怎么可能惯着他 一句话就对了回去 那个徐总有些生气 不过我压根就没当一回事 在西南这一片区域 他可是不太好使 这一下子 M企业算是遭遇了滑铁炉 如此 一来 在西南区域 短时间内 估计没有人可以挑战真团的地位 这也意味着 真团在西南 成为社区团购绕不过去的一个坎 山不救我我就山 既然真团避不开 那就选择收购真团 终于有企业开始出手 虽然不是BET这样的大企业 也是市值过百亿的 杨云书自然是热情招待 而这个企业的收购 就像是拉开了序幕 紧接着 A企业终于坐不住了 开始入局 这次来的是一个叫杜总的 他比之前王总位置还高一些 王总只是副总 他却是正儿八经的总经理 杜总亲自过来谈收购事宜 而我接到消息的时候 也是有些莫名 按理说 这件事不应该跟我有什么牵扯才是 就算我可以得到一些提成 那也是跟杨云书有关系 完全没必要让我介入其中 我带着些许疑惑到了会议室 然后就愣住了 那个杜总还真是大手笔 他居然不仅要入股真团 对真仙宇先到家 也想着打包 甚至就连仙菜网 他也想要掺一脚 我上次跟那个王总 透露过我的大战略 估计他们也调研了一下 觉得这是可行的 现在有了机会 自然是想要一网打 进 我又仔细地问了一下 心情复杂 我本来还以为 他们是真的有雄心壮志 想要打通这一条供应链呢 原来说到底 还是为了赚钱 嗯 他们看上了真仙 也看上了仙道家 对仙菜网这种 有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倒不是特别看好 当然 他们话说的还是很好听的 说相信这个未来大有可为 诸如此类 说来说去 不就是觉得风险比较大 周期比较长 不愿意投入吗 呵呵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应该相信资本啊 他们从来都是短平快的 都是为了利益 杜总还是很有诚意的 如果仅仅是真团的话 那价格大概跟之前成交的差不多 可要是加上真仙之类的 那就可以获得不小的一价 毕竟一加一可是大于二的 到底要不要出让一些股份 我心里也比较犹豫 容我想想 好 希望我们可以达成合作 我们真的很有诚意 杜总微笑说道 等杜总离开之后 我看了一下 真仙的股东基本都在 我就顺势开了一个会 在会上 大家各执一词 有人觉得 真仙的现金流很健康 真的没必要再引入其他的投资者 而有的人则是觉 得引入大公司 可以更快地发展 获得更高的估值 对将来更加有利 最后球还是踢到了我这里 我心里其实也很挣扎 对真仙的将来 我其实不那么看好 其实 现在真仙之所以可以盈利 纯粹是因为选址的缘故 位置比较好 客单价比较高 而且还打出了不卖隔夜菜的理念 这才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可这种模式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 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就会出现瓶颈 好的位置都被选择了 剩下的差位置怎么办 还要不要继续开办店铺 资本入局 到时候可不会管那么多 他们要的就是数据 数据越好看越好 覆盖的用户数越高越好 到时候在资本的绑架之下 真仙还能是真仙吗 当然 即便是那样 该赚到的钱 还是会赚到 可那些钱 大多数都是上市割韭菜 这种套路 其实我是有些不屑为之 算了 还是套现走人吧 我把自己的决定说出来 让在场的人都面面相去 林南依忍不住问道 先是真团 后是真线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对生仙这一块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你不看好生仙的未来 不是不看好 而是觉得 将来的市场上情况未必会这么好 而且这种事情对我现在也没太大挑战 我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当然 你们想要继续持有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未来一两年内 这还是一片蓝海 杨云书看着我若有所思 他似乎也有些迟疑 不过我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杨琴资本是他的 他做什么决定 其他人没有资格智慧 几天之后 杨云书提出了一个 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 他的想法是被收购 他的股份全部出让 再加上真仙 我的股份也愿意全部出让 这无疑引起了一阵波澜 毕竟这情况太反常了 甚至都有人觉得 是不是这两个企业出现了问题 不过在禁止调查中 不管是真仙还是真团 现金流都非常健康 盈利也比较可观 这让那些谣言不攻自破 如此一来 这一块立刻就变成了大肥肉 除了A企业 其他人的力度也在加大 毕竟大家都不是傻子 谁又能看不出 这两个联合起来的效果 那是妥妥的优质股啊 必须要拿下 而且 一拿下还能控股 这么好的事情哪里有 要不是收购需要的金额比较大 估计林南因与许悦心他们 自己都想着要下手了 优质的企业总是不愁价 很多巨头开始基于真团与真仙 纷纷入局 这下子 A企业的压力就立刻增大 杜总也在加大力度 争取企业内部的支持 他对这个项目 可谓是势在必得 就这样 报价不断提升 最后还是被A企业给获得 两者相加 他们给出了35亿的报价 这个价格 比之前我们想象中高了许多 我最终获利不菲 才短短几年时间 就已经身家数十亿 这一栋互联 真是好东西 我算是站上了风口 吃了十代红利 不过 我心里更清楚 准备天底下有钱人多了去了 我这点身家 实在算不得什么 别的不说 就说那个万灵汇 估计百亿身家才是门槛 就算没这么多钱 那也是全是滔天之人 想到自己还不能怎么着那幕后人 我心里就一阵阵郁闷 本来微微激荡的心 也慢慢平复下来 这一笔钱 我准备拿出十亿 继续用在仙菜网上 至于其他的钱 我还得搞其他投资 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 虽然我现在手里也趁两个钱 不过却还是不够格 更为关键的是 我缺少一个关键产业 真团与真线不太行 线 菜网可能行 不过那个周期太长了 未来也不是很明晰 得找个什么事情做做呢 我一时间 居然迷失了方向 似乎短时间 也没什么事情好做 那就先骑驴找马 再弄仙菜网的时候 顺便再找找灵感 谢长宏现在真的是很厉害 他本来白白净净 一个小伙子 因为一直都奔波在田间地头 晒得跟黑炭一样 不过看上去 他显得更精干了一些 见我回归仙菜网 谢长宏很激动 这段时间他 可是积累了不少问题 现在迫不及待 想要跟我分享 真是一个充满了 创业激情的年轻人啊 想想都让人激动 而看着谢长宏带领的团队 我更是觉得朝气蓬勃 仿佛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谢长宏估计 之前被王谦给收拾了一下 也学会了反思 他现在很会来世 组织了一些仪式 热烈欢迎我的到来 而且 他还着重突出了我的权威 整个过程不卑不亢 让人很是欣赏 我对仙菜网 真的是非常看好 这些都是我未来的班底 我自然也不吝一些夸赞之词 而且还描绘了公司的未来前景 那种使命感让人热血沸腾 而听说我会进一步投资 十亿的时候 整个场第一 下子就燃了 对这些才进入社会 不久的年轻人来说 亿万钱财 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而现在 他们就将在这样的公司上班 披荆斩棘 一路前行 那种感觉 真的是相当让人兴奋 看着那一张张脸 我心里也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 我在仙菜网好好待了一阵子 一直都在梳理仙菜网的发展脉络 不管什么时候 一个公司的发展规划 都是最重要的 制作一个好的公司发展纲领 才能在这一条路上 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半个月后 我跟公司的年轻人都混熟了 公司的大概章程也定下来了 谢长虹被我委以重任 我正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的时候 一件意外的事情 却是让我不得不回到天和室 事情跟月月有关 之前月月的状态就有些不好 王儒甚至还准备用月月的病情来要挟我 我不为所动 不过我私底下 却一直都关心着月月的情况 渠道还是通过林英 大代王儒也想挣这一笔钱 又或者是她不想切断跟我联系的渠道 总之 这件事她是默认的 然后月月这段时间的情况 勉强还算是稳定 我也没怎么着 只是保持关注 而现在 月月情况却是忽然加重 林英给我发的信息里 弥漫着一种绝望 月月的状态变得可怕 而这种可怕 终于在某一天 酿成了一种惨剧 月月自杀了 这么小的年纪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想想都让人觉得可怕 而这一切偏偏发生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 简直就是五雷轰顶 整个人怒不可遏 立刻就朝着天河赶去 在路上 我不断拨打王儒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也不知道是拉黑了还是怎样 然后我疯狂拨打自己认识的王嘉仁电话 王谦也好 林英也好 王徐也罢 只要能打探到消息的 我全部都在联系 最终好不容易联系上王徐 他显得有些疲惫 这件事 看来也带给他很大的冲击 他语气萧瑟 怎么好好一个孩子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现在还在抢救 到底什么情况 还不清楚 你还是早点赶回来吧 毕竟孩子跟你 哎 王徐还算是有些良心 说起这些事便是一声长叹 心情复杂 我拳头忍不住捏紧 这事情对我来说 也是极为愤慨 那么多年的感情 无法轻易割舍 偏偏我又没有监护权 我只能在这个怪圈之中沉沦 我之前 就感觉可能会有些不妙 没想到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 事已至此 再说还能有什么意义 我心中想着 快马加鞭 终于赶到了天河医院 远远的 我就看到了王徐他们 让我意外的是 王如居然还坐在那边玩手机 似乎在跟人聊天 看上去心情好像还算可以 我默不作声靠近 已经看清楚 跟他聊天的 好像是一个男人 具体聊什么 我没看清楚 王如动作很快 感觉到有人靠近 就已经迅速收起了手机 然后王如一抬头 就看到了我 他脸色一沉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还有脸过来 就是你把月月害成这个样子 我一脸问号 百思不得其解 监护人是你 月月是跟了你之后 状态才变得这么差的 这也能甩锅到我头上 这到底是什么脑回路 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不懂得脑回路 有人懂 王谦看到我 那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他立刻就补充着 大声嚷嚷说道 是啊 要不是你抛弃了 我姐跟月月 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这话一出口 周围人目光立刻就扫了过来 指指点点 眼神玩味 估计之前的人 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 知道月月的事情 他们心里估计也是非常同情月月 现在听了王谦的说辞 他们自然是对我怒目而视 估计心里已经把我当成了渣男 我一阵无语 这王家姐妹可真是够奇葩的 这种事情居然也能颠倒黑白 真是厉害 不过我又怎么可能被他们给拿捏住 当下立刻就是反对回去 你们可真是好意思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心里没点数吗 居然还在这边跟我说三到四的 信不信我把你们干的丑事 全部都都搂出来 王儒可是知道自己有前科的 他那个当代潘金莲的名号 只要一搜 随便就能看到 他立刻就怂了 王谦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居然还想要啰嗦 却被王儒直接堵住了嘴 王儒担心大庭广众之下 闹得太难看 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 我没有理会王儒 静止找到一个地方坐下 对我来说其他事情都是浮云 月月的情况才是最值得在意的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月月能平安无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手术室的灯亮了 一群人赶紧站起来 围了过去 优优独播的资源